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竞技场应该没人了吧 哎哟 找个打手帮我打下竞技场 我得把那个斧子给他抡起来 我看这玩意儿是不是跟他共的 是共的 这可以走了 我现在去竞技场看有人没有 过去瞅一哈 你直播看到的啥就是啥呗 这还不简单 这会儿竞技场里面还有全斯兰 都过去好多天了 9月1号开的是吧 现在9月6号 还是说这个地方没有未面的 整个服务器就这一块地方 哦呦 这里会不会被部落打下来 他打我了 上面有部落的时候我也以为 如果从头到尾全斯兰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这个地方好像就就这一个呀 他这服务器里面好像没有未面就这一个场子 没有全斯兰哪里全斯兰还行啊 喂 有打手吗 我看着还可以啊 弄几个打手帮我抢抢怪啥的 走点打手 我怎么组不了你啊 哎 我这里这个位置组不了你吗 弄个输出就行了 七七加下雪弄个输出就行了 这儿爽啊这地方 这个啪啪啪一下差不多升一级呢 无情丁扫 无情丁扫 无情丁扫不会是丁内吧 应该不会吧 这么无情的 一纯扫你怎么只有66级啊 你跟我一样的只玩双倍啊 咱俩任务一样吧一纯扫 这半把刀有点有点难受这 半把刀看着有点难受 这人快打好了 无情的木格尔应该是这里面的竞技场最后一个boss了 快打好了 快打好了 一纯扫你的任务跟我一样吗 都是从第一个开始吗 开了我们开了啊 我们爽起来了 这里面为什么有个战士啊 还是那个6.5一套的 搞起搞起 不需要这么多人吧 打这个东西只需要有个奶妈或者有一个T就够了 奶妈和T有一个就够了 我给他加下血我来给他加下去 我来给他加下去 虽然他是 不过他主手弹刀还是很猛的 主手弹刀 攻击上限是最高的了 版本最高了 不是接了吗 主手弹刀版本攻击上限最高的武器 对 给他稍微加个血就行了 我给他打个光明了 我光明审判在哪 我来给他加 没事 这配音说实话配的是真的挺不错的 本来那个time is many friend 他现在配的有这个味道的 跟原汁炎味很像 对啊 这是怀旧服的那个 马上要搞巫妖王之怒了 巫妖王之怒前夕 这B哥搞了弹刀加上凤华 这么肥的 大肥子 B哥一对弹刀加个凤华 花了多少钱 这游戏币不会少于50万吧 你是谁 时间就是今天我的朋友 一对弹刀加一个凤华 50万斤左右了要 你这冲锋还不会是输出套装吗 看上去有点像是输出套装 对他那个有天赋了就可以抓了 这兄弟应该是奥博莱恩吧 奥博莱恩 乱爽了 奥博莱恩直接乱爽 他吃了个致死吧 不过也加得上 吃了致死也加得上 我就想今天应该人差不多了 再有人有点有点怪了 祝你一路顺风 最主要原来的那个弹刀不稀奇啊 原来的弹刀也烂大街了 就原来这最早是正式服的那个国服 因为开的太慢了 所以那个弹刀原来那个弹刀就烂大街了 满地都是 现在这个怀旧服燃烧远针的弹刀 可能还没有原来那么多 肯定没有原来那么多 燃烧远针就国服玩了太久时间了 差不多快三年了 一个人燃烧远针玩三年谁顶得住 谁也顶不住 怪怪的哥莫尔死这么快 这边中的什么冰霜阵击啊 这边中的什么冰霜阵击啊 一瞬间就死了 太猛了 乱撒 我看看我搞哪个我肯定是搞斧子不用看了 爽玩 斧子提升太大了81.5 68.8 但我是不是没有那个武器熟练度啊 这一瞬间还跟兄弟们说声谢谢 谢什么谢 又不是又不是陌生人 大伙都认识 这斧子熟练度得狠狠的提升一下 双手斧没有熟练度 砍怪全是招架 这长冰武器不需要等级吗那玩意啊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好像叫冰刺长矛啊 是70级的嘛 附什么我 这需要附的 这本来就过度的垃圾东西 我记得好像奥奥三有个冰刺长矛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吧 奥奥三那个是60的 那我就记错了 图腾感会差的嘛 英数长矛 70级 不就这个嘛 93.3 但他要70级 但这个属性很不错啊 属性很适合 这英数长矛 哎 英数长矛不是奥三的 英数长矛好像是迷宫里的 这货好像是迷宫的 一般到70级谁还搞70级蓝色装备 直接海上黑庙 太阳井冲起来的 直接进去rush来了 直接就跑进去狠狠的rush 敏奈藏柄93.3 无所谓了 85跟93区别不大了已经 这个斧子和原来的区别比较大呀 哦这81 81差12 赛泰克任务 是打个什么boss什么的 66级是意思能冲进去了 其实现在估计DK去买奥伯来的那应该挺多的 随便打两只怪把熟练度稍微省一省 全是着家了 命中太差了 你知道DK双持要掉多少属性吗 这一看都是菜鸟啊 新手啊 这跟高丸对游戏的了解程度差太远了 你知道这会儿DK弄个双持要差多少属性吧 双持是装备很顶端的时候才用的 明白意思吗 因为双持你的副手命中率要21% 光是21%的命中 你拿个双手武器5%就搞定了 比你轻松太多太多了 你拿双持你看上去好像挺牛逼的 我打出来一坨屎 我得给他重新那个加载一下 鞋DK厉害呀 鞋DK才是比较优秀的选择 开局就是选鞋DK啊 没什么问题 单体跟群跟群的输出都都都比较不错 无所谓的那都是小事儿 一个93的装备不值得心事动众 双持兵基本上是版本毕业的时候才才有人去打打的 就是快整个80级快毕业的时候打打双持兵 兵系输出天赋主要是为了什么 主要就是为了那个 这个天赋叫啥来着 我不是DK 反正就是小队急速加10% 还加20%那个东西 这是兵系的主要 主要作用 急速加成 最顶级的DK你记住 永远都是拿双手武器的知道吧 双手武器能顶能打能加能 能搞副本能进战场 不然为什么做个城府 城府原来是为DK量身定做的 最后我们拿两把277的单手服 差是不差的 培养成本比较高 而且你需要一个很好的团队带你 无妖王增路就是80级啊 比较史诗的传奇的一个 传奇史诗版本 他哪来的我这是要打点什么呀 暗血进化者五只 搞那个像巫师一样的东西了 怎么还不能窄呀 招架太多了 这里面是长老 长老应该跟我没关系 右边有一个暗血进化 左边有一个 国服那会儿不是游戏体验不好 是他这个版本太畸形了 那不叫体验不好 那叫版本畸形 畸形版本 那会儿网易跟九层打架 那会儿网易跟九层打架 版号就下不来 感觉网易好像确实是抢抢下魔兽世界之后才 才是在游戏这个中国的游戏板块里面正式发展起来的 确实好像是这样 好 80机之后整体也不是那个什么美攻什么东西的改动 这都不是事儿 是游戏机制完全改掉了 你可以把 你甚至于可以把 把80机之后理解成一个魔兽世界二 你甚至于可以这么理解 但这个二的整体制作明显有很多地方还不如原来的一 于是85 而是刚才说错了 85这个大灾变引来了退坑潮 85级直接导致魔兽世界玩家巨幅流失 湖水涌动者是什么东西 垂下面握疏骨吧 那会儿这个MMO 网络模拟联机 这个网络RP级 RP级网游 魔兽世界是这个 一枝独树 其他的很难分到一杯羹 除了那会儿后面出来的一个剑网3 当时出那个永恒之塔也是的 这些游戏为什么还会有机会呢 是因为魔兽世界版本下不来 这些游戏如果魔兽世界版本正常弄 这些游戏什么都不懂我 他的目标也不是做游戏 你靠游戏发财 你不懂游戏的东西 你最后就死在这上面 因为别人超越你太快了 陈建交很好的机会 他本来也可以通过做游戏来达成自己的这个梦想 理想和目标也是可以达成的 他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做中国的这个家电智能化 他一直为了这个事情而奋斗 他想通过游戏来赚这一桶金 然后去做他这个想办的这个事 还有九成的老板叫朱俊的 这家伙是纯粹玩的 他喜欢足球 他赚到钱之后把上海生花队给买下来了 问题是足球完全是亏本的买卖 带不不能带给他任何的收益 搞了一阵子感觉没意思之后 就那个游戏也被抢掉了 然后他就 应该就去养老了吧 对他那会搞的那个智能家电话太超前了 就智能手机还没有的时候 他想着把这个家具全部搞智能化 就这么一个活 确实太超前了 没有这个市场呀 大家没有这个市场需求 那款互联网都没怎么发展的很那个很迅猛 就在他眼中这是未来 他也是有理想的人啊 按理说 有理想有梦想的人 想通过一些东西改变人类的生活 就跟乔布斯那种想法 但乔布斯是实实在在的做到了 通过一个智能手机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习惯 哎呀 智能家具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 我感觉中国人真的不是很需要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就你看钢铁侠的时候 也许觉得很震撼很那个 但智能家具这个东西我觉得 反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感觉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是很需要 任何时候我都不太需要 或许在过个几十年之后的有一天 这东西也会像智能手机一样火爆吧 我这种东西你能 那我就跟你举个这个例子啊 你正常装修的家 你的电路啊 你的线路你的电你的 你的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网络啊 什么灯啊洗衣机啊电视机啊 我跟你说用不了多少年 你就说三五年吧 他虽然说使用说明是什么十年二十年 基本上三五年大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会出点问题 你说智能家具这种东西出问题的概率高不高 你说他保证多少年绝对不出问题吧 对吧本来正常电机都会出问题 别说这些玩意儿的 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好像很炫酷很那个什么 但是实际上你生活到你生活的时候 根本就用不着这些的吗 这属于那种干什么呢 这种属于割血搔痒啊 这属于穿着雨衣洗洗洗洗澡啊 属于典型的化蛇天族中的化蛇天族 我就我就再随便举个例子啊 我也没对谁不那个有意见的意思啊 你说那个窗帘有个雨飘过来 他自动关上这种东西有什么屌用吗 这对你的生活有任何影响吧 有什么任何的实际意义吗 我感觉没有一丁点的屌用 恕我知也啊 废九牛二虎之力搞这玩意儿 纯属吃饱饭没事看我 不是你就是给老年人用这些东西 老年人要用我了 不要用的呀人家 人家不要用的呀 你问我哪个老年人要用东西 他开关摸一下灯开了就可以了呀 哪怕是很黑的地方 他都习惯了他都住习惯了 他当然知道开关在哪了 你又不是一个家什么一两千屏的 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对吧 又不是这样 你又不是像托尼塔克斯一样 那个窗帘从左拉到右边 拉个一分钟 因为他家就这么大 对不对 他搞个全智能的 弄个贾维斯管家这种 如果有一天到贾维斯管家了 你就说贾维斯帮我干个什么事 然后他马上就干好了OK 我认可这个智能家具真的很牛逼了 现在搞那些什么这那的 他妈纯属扯淡我 说什么说方便了 方便个屁老街人 老街人哪里方便了 人家根本就不用的 对吧 你你就是有有有一个像托尼塔克斯一样的这个 这个加维斯那不一样 人家人家做的是一个智能管家 一个智能智能管家 帮你帮你可以操控所有这些东西了 那不一样那确实质的改变 你别说智能家具了 就是现在家里有一种很方便的 就是看上去可以好像帮你审设的那些东西 都是脱裤子放屁真的 你看有些短视频上做这些玩意儿 他家里有些什么小隔板啊 洗菜啊做饭啊 冰箱里有些什么小物件 那些根本就没有没有应用的 你知道看上去好像挺挺挺不错的 挺牛逼的 下面评论你打你打开 别人都是 这什么玩意儿 有有有必要吗 有意义吗 他说比感觉比原来更累 弄这些东西感觉比原来更累 不是你没有必要说正常的我一个举手投足 我一个关灯的动作我给他做一个智能 有必要吗兄弟们 你说有必要吗 而且这种东西坏起来是很麻烦的 就像就像什么呢 就像别人说的 为什么跑车很很贵的跑车 他为什么贵的 因为他修起来没有这些零部件 这零部件没有的 你像日常的那些车的零部件 基本上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就都能修了 因为这零部件很很应用很广泛对吧 就像你一个什么插座开关 各种各样的东西一样 这东西你到哪都能随便修 你说智能家具什么东西坏了 你自己到时候修不了 你找别人修 别人维修工具根本没有搞这些东西的 方便吗 什么时候坏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对吧 但是坏起来有你瘦了 人家本来换个保险丝的事情 到你这麻烦了 复杂化了 真方便了吗 你说他这东西真方便了吗 我说的不是灯坏掉了是他的整个这套系统 这玩意只有谁谁自己弄了谁知道啊 这个理念很早很早就出来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说有什么很很广泛的应用对吧 或者是大家都对这个东西都拍手交好 我也要装一个我也要弄一个 或者说只有一部分少少部分的这种科技发烧友啊 他专门去搞了这个东西 对吧我说的很直白 就是像你这个东西对你生活真的方便了吗 别人根本不觉得你方便 甚至于觉得你这是我完完全全的一个累赘啊 为什么老年人 你说方便老年人 老年人为什么不用啊 对吧 也不符合他的生活习惯 他觉得 主要就是他觉得你这东西并不方便 他觉得他伸手开根开关什么的就可以了 他没有觉得你这东西方便 不是我是老年人了 我只是随便聊聊随便说说 我说这个东西火候还不够知道吧 真正方便人的东西是贾维斯那个系统 而不是我给你装一个什么这那的玩意儿 感应的什么玩意儿 当然别人喜欢装是别人自己的事情 我只是说说他为什么刚才聊到陈天桥 我只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也没有真正的活起来 因为你打不到托尼塔克斯这种应用的这种高度啊 没有到这个水准 差远了差的不是十万八千里 差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吧 你的百分之零点一可能都没到啊 什么叫科幻片跟现实怎么比 科幻片那一百年前 你现在的生活对一百年前的人来说不就是科幻片吗 其实就是因为有科幻片才会那个的 有一天这套智能专甲穿在你身上 就跟电影里拍的一模一样很正常啊 这种什么纳米电子技术到时候研究出来了就是这样 一百年前的人看现代的生活不是科幻片 科幻的不能再科幻了好吧 这智能手机能办的事情你回想一下 你仔细的想一下智能手机能办到的事情 很多是不可思议的 对吧面对面直接本来要飞鸽传输的 要匹马送这个信 要这个鸽子把他传过去 现在一个电话直接面对面可以开聊了 对吧说不定有这东西 当年三国里面那些人就不用打架了 直接曹操和你刘备两个人开个视频对喷 今天谁喷书了 谁谁就谁就直接下台 还死这么多人干嘛 对吧那当时那会儿这智能手机直播就开起来了 赵云开个直播 然后曹操一看 曹操这不行快溜了我不打了 我随便瞎说说就随便瞎聊的 这不是有一段 有一段的时候 谁拍了视频不就是吗 赵云还念着这种像山哥一样的那个 那个rap去打去打草军 我操 埋西子龙吧我的 好家伙 这还得了 凡是这个东西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 就说明他已经确确实实改变了人的生活 对吧 你看那些东西搞了这么多年就喊个口号什么这那的 所以我特别不喜欢马克马斯克这个人 我无论他干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就是个禀王 我感觉马斯克这个人就是个禀王 搞了半天最后 我操这特斯拉股票又涨了 我操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又又又又那个啥了 真正的传销大师 搞一个什么什么概念对吧 然后科技迷激动了 哦呦这家伙又要改变又要改变人类了 他干过什么事改变人类了 我真我真没见过他干了任何一件事是真的改变人类了 之前吧又搞一个什么直路脑部芯片啊 在什么脑袋上打个洞什么这那的 比一话我说科技迷激动股票乱涨了 哎呀好像是用个锤子把它打破的 糟了 我这锤了半天我说话说的忘记了 用个石头把它砸破里面出小石头应该是 马斯克这个人确实是牛逼的 他做事而且是做的就是特别屌 反正他要做的什么事情啊 你可能就是作为他的一个工作人员 你作为他的一个下属 你作为他的一个员工啊 你了解的程度都没他深 这个他确实是很厉害 他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人 但是你说过他你说他真的干过什么改变人类的事 不好意思 从来就没有 营销大师 广告从来不做 但是做的东西比广告更牛逼 就像别人说的看了个什么看了个电影绝口不提爱 但感觉这里面的东西全都是爱 对吧他就是的 从来不做广告 但他做的事情比每一个事情都比广告宣发更牛逼 营销大师 一会儿们灯火星了 一会儿们脑部执行片了 一会儿们 我记得还还之前要说的 说的豪言壮语的 说三年之内实现 就是他的特斯拉这个车啊 有个特殊通道 就他这个车在特殊通道里可以达到 轻轻松松达到这种高铁的这种速度 就300码 这个车人人进了这个隧道之后 这个嗅一下就穿过去了 有不了 全是扯蛋 全是放屁啊 有不了 过去多少年了 有不了 有这东西吧 每次就出一个计划 所以说特斯拉割韭菜 人家这么说了这么多 特斯拉还真的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割韭菜 给你心里种个草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开割我 我支持他 他是一个要改变人类的一个有想法的人 他很伟大很牛逼 我支持他的梦想 我也加入他梦想的一份子 我看马斯克真的老婆跟女朋友换了一大堆了 小孩生的遍地都是 他吹的吹的牛逼没有一个干出来的真的 我看他吹的牛逼没有一个干出来 我单纯的不喜欢他这个人 这有点像以前的中国的有个姓孙的 叫孙什么来着的 这家伙也是的 这家伙真的营销大师 巴菲特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宣传了 巴菲特还没同意跟谁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开始宣传了 说巴菲特他买下了巴菲特的什么午餐 那个叫孙什么来着的 就就就就就一票货色 真的一票货色 一丘之和 就是孙晨宇吧孙宇晨 就这个就这玩意儿 哎呀真的聪明人这个 这是典型的聪明人 把人唬的一愣一愣 韭菜王啊 韭菜王啊 韭菜鼻祖 他就通过这些东西 把自己的资产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说不好听 在我看来什么比特币啊 什么乱七八狗狗币猫猫币这大的 哎还有NFT这些东西说不好听不就是传销加上赌博吗 本质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他奶奶个腿的 弄得跟真的一样 只是换了种形式嘛对不对 让你觉得啊这东西好像不是违法的 搞半天不就给你洗个脑吧 主要是有些明星无所谓的 你像你像刚才之前元宇宙是怎么一下子就是这个概念 一下弄的这么这么这么就是大家都去对他有一个认识 好像是从特里买那个猴子头像出来的对吧 你说特里这种人他花了几十万美金 就真的他花了几百万 买了一个这个头像对他来说有所谓吗 根本无所谓的 可能他自己也纯粹是觉得好玩 但这却成了一种无形当中成了一种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推广的手段 无形当中成了这么一个就成了 这事就这么成了 大家最早也不是了解这个元宇宙去的 他为什么会花这点钱买一个这个什么头像 这玩意叫什么NFT 现在有个新处的概念叫元宇宙 好像说不定我去投一投到时候也能像比特币这样 直接翻个什么一万倍这种 等你进场了资本全部撤掉了 冷珠 好像这个最早是小日子 小日子里面有个很聪明的人想出来的 他偷偷摸摸搞的 搞到后来越搞越大 哈哈哈哈 我记得最早是小日子里面一个谁想出来的 这个玩意儿 每一次我一看到那种被马斯克洗脑的人 我就实在是受不了 我真的实在受不了 有时候打开这个视频 里面第一句话 马斯克这个人你看着吧 未来多少多少年 他一定会改变人类的 他就是这么 有些人生而伟大什么什么什么 对他一顿赞扬我 马云确实改变了人的生活 马云改变了 你说现在大家都不用不用这个那个了 都用都用扫码了 这个他确实做到了 那会儿我记得挺早的 差不多十年前吧 我听过一句话 那会儿好像就是马云做宣传的 他说以后你进便利店 当时他也是吹的稍微大了点 他不是说拿手机扫 他说那个便利店的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个设备 然后一扫你的脸就直接付钱了 你不用带任何东西出去 最早他是这样说的 他要做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马云成了呢 跟乔布斯做的这个事情肯定是有联系的 光是马云自己说的那玩意儿应该不行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真的天时地利人和 但马云做的这套东西确实又跟智能手机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这东西确实方便 你像老外跑到中国来用了什么支付宝啊 用了这个东西 他们都觉得自己国家的那些东西很不方便 这个是真的呀对吧 而且你不带钱的话 你不用找 不用找零直接扫码付款 这些东西是真的改变人的生活 对对人的生活有很大的这个 没有什么负面影响 都是正面影响吧 我觉得 本来钱这个就是你给我我给你 把这个东西弄来弄去也不卫生也不干净 再加上找零什么的东西很麻烦 再加上有假钱什么的 现在一个扫码付款对吧 转账全部解决问题 但这个东西正好跟智能手机是搞在一块的 只能说老天爷都成就了他 我这里还完成了 十四兆英雄真的 这种老话 你说古人总结下来的这些经验 就就就这么就这么实 十四兆英雄 这个人可以不是马云 就像拿破仑那个时候 他那个人可以不是拿破仑 但必定会出现一个像他这样的角色 这个历史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历史的潮流啊 一定会成就这么一个人 我今天还看了个视频啊 就是自己贴膜的 卧槽内外我就觉得人是真的聪明 他现在这个壳上面有有有三个可以撕纸的地方 你直接抽出来自己 你只把那个壳就是按在你的手机上 然后你往下一抽一拉 啊 你自己可以就是把把这个屏幕弄干净 然后防灰尘 然后去掉里面的气泡 然后自己完美贴膜 我今天看了个视频 我操人是真的聪明 我操人是真的聪明 这个玩意儿我感觉这种 这种小小东西弄的就就 啊特别特别牛逼我 以后贴膜你都不用找人了 贴膜员下岗了我的 也不用慢慢在那压了 你就买个壳往手机上一套对吧 按照他的步骤直接把那个膜 把那个玻璃玻璃抽出来就完事了 就贴好了 对但马云做的这个事有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马云绝对算是个有社交牛逼阵的人 他绝对是 而且他坚信自己的事情 并且充满了自信 在这件事情上 你要说马云是有坚定的信仰的 他有坚定的信仰 无论他这个事情到底成不成 但是他自己坚信自己一定能成 然后老天爷要帮你这一把 你就成了 你一直都是自己贴的 我是说现在出了一个就是一体式的 那东西特别方便 保证你不会贴错 现在都是这样的嘛 那一个玩意儿不好用 那玩意儿只是视频上好厉害 自己贴还是不太好用了 他的差点Bug真多 到现在都没解决这个条往右边拉的问题吧 嗯 左键单机并按住拖动 拖都拖不了了 什么鬼这个东西 太傻了吧 拖都拖不了了 之前还能拖呢 现在连拖都拖不了了 每次点的时候他还会动一下 骂玩意儿 你就这样吧 你就别出来了 Ctrl加左键保持锁定时拖动 老样子跟那个前天一样的 中间这里右边购物具有的 这一集我感觉得养三天 我看了一下 这里这一集感觉得养三天 养的时间还是短了 把这里全交了 不知道能不能升到67 这前夕其实扣30%经验都还算是扣的有点内 应该直接给他扣个50% 经验加成再来个100% 练机时间压缩到1% 这样大家这个号狠狠的练起来 你前期之前拉用户拉流量啊 对吧 这个时候门掌性用户的时候 你说这个策划这种时候就没有这种头脑 你知道吧 你这个时候让人练集升得快 对吧创号什么的无所谓的 你到80级的时候保持一个正常的那个水准就可以了 有这种时候你还是按照原来的一模一样 懒得去搞这些东西 这时候拉那种回归的老玩家最容易再带些新玩家进来 你让人猛烈一波嘛 因为80级到时候很多人也会玩好多个号的 玩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 而且80级我跟你说 玩着玩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自己双开自己一个号带自己一个号 哈哈哈哈 那月卡不就来了吗 啊 收益不就提起来了吗 瓦图苏的污染精华 瓦图苏标志写在这儿 我得看一下这任务描述 杀死瓦图苏和污染精华 他你在这儿 出来了 对你现在让他先把一堆70级的号准备好 对吧 你先这会让他先爽起来 到时候80版本刚开的时候 又有一段那个真空期 因为213那个副本很快就录完了 那时候他会练练这些号什么的 而且他会根据需求 那些号那些职业 这种其实都是拉星 啊游戏策划这种东西就可能 我估计现在这个游戏的策划 他也可能都没怎么玩过这游戏 你说一个人同时玩两个号三个号 是不是拉星 他其实就是拉星 对不对 而且里面还能还能开账号分离什么的 你现在让他先在一个号里面全部练起来 到时候他觉得不方便了 然后去提供这个账号分离的业务 账号分离就是把一个账 一个你的总账号下面分成两个子账号 这样他可以两个号同时开在屏幕里双开这种 就算别人工作室搞嘛 也得弄那个月卡 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提高他的收益了 哎呀很多运营跟策划我说 纯混子 真的纯纯的混子 不适合做这个行业的人 就我因为干了直播啊 我就发现 那会儿很多这个直播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是什么地方招聘的呢 都是那种要么就是关系户 要么就是这种就是刚毕业的这个学历 稍微好一点的这种大学生 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个完全不适合做这个 你一问他对这个东西了解吗 完全不了解 纯粹就是冲着这个薪水比较高啊 来做这个工作 真还不如有些有有些东西策划 还真不如一些玩家或者不如直播间的一些观众去弄 弄的不知道比他好多少 啥也不懂 你不了解用户需求 又不去学 对吧 总是在那瞎搞 所以被人喷啊 所以现在一说起来很多CH就被狂喷啊 贴吧是喷CH喷的最厉害的地方 侦察大地走一走4500太傻了 这块用心做游戏的人基本上他本身就跟玩家的这个体验是差不多的 就像你一个一个就是厨师啊 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自己先尝尝 怎么样行不行 别搞了半天你自己都觉得不行 对吧你拿出来卖别人自然就不买账了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做游戏的人啊或者做游戏行业相关的人 他说他自己从来不玩游戏 他也不懂 那你搞个屁我 你不等于瞎子给别人做菜吧 连原材料都不知道我的 就往锅里面一顿乱塞我的 交任务基本上都在元素王座呢 确实说的不好听再用心搞钱我的 哎呀现在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策划都是以前第一批搞那个网络游戏创业留下来的那些 就是所谓有些这个从业经历的 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圈子 圈子里时间呆久了 话语权就大了 所以新生的东西马上就可以 就是有些新生的厂 有些新生的东西 他马上就可以有他的立足之地 人家本来就热爱这个东西 你像黑悟空一出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 对他寄予了这么大的热爱 对吧 因为做黑悟空的那帮人 他就是热爱游戏的那帮人 他靠的是热爱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再提其他的事 你跟就是 凭着商业嗅觉去做生意的人 那是不一样的 说的不好听腾讯做的再大天天被喷 为什么 因为别人从来不把腾讯当成是做游戏的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对吧 三五四啊 随便选一个吧 这个估计稍微有点用 肩甲耐力 这是个皮甲肩甲 不太行 随便点一个 还是加治理的 这是个精英任务 好像是在山上面的 我记得是在山上面 这给的东西也挺一般的 项链马马虎虎 物品等级写的是100真的 属性真的马马虎虎 比较适合猎人跟盗贼 在山这站锤徽机 下面这边再交一交 角色是多少来着 66 67的话可以直接往后面走了 这拿个篮也没必要呆了 这拿个篮也没必要呆了 从一般的角度来说 腾讯应该算是个大杂会吧 他最早是 准备做社区的 人家最早做QQ的 对吧 做QQQ空间 然后搞各种各样的转 现在腾讯最大的业务 也不是说最大的业务 腾讯最赚钱的业务肯定是游戏 但是我觉得腾讯最主要 或者说最那个什么的 就是他搞的微信 对吧 你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 腾讯搞的微信不也是实时造英雄 啊 然后老天爷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老外用了微信都说好啊 都说棒啊 都问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微信啊 但是微信跟那个我刚才说的一样啊 对吧 微信跟马云那事其实是一样的 他都是基于在智能手机 就是飞速发展啊 然后广泛应用这个基础上 然后成就了这个东西 首先是先有这个平台 有了平台之后成就了他这个事 这什么左边怎么还有这一段这一位啊 这是直接显示声望的 整合的东西确实 关键这游戏本来就内容跟讯息实在太多了 也正常 哇塞我在这居然升不了级 太难以置信了 我的个妈呀 班塔尔的鸡脚 加瓦克西 加瓦克西应该就在这附近 看一下 实权计划书 巴克洛尔 偷弹和分分皇后 古罗克会系 加瓦克西 班塔尔 列长者 都是精英了 应该都是在圈这儿的 刚才这一圈过去没看到 把这几个交了 应该就完事了 说句不好听的 前这个东西到一定的这个数字量之后啊 对它了 就前前这个东西我我刚才描述的不太好啊 前这个东西到一定的份额之后 它确确实实就是个数字了 因为对你来说这个量再怎么变也影响不了你了 影响不了你个人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有广大的胸怀对吧 做点更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个人角度来说 你应该啊 做一些能够为人类历史能够铭记的一些一些内容 这从个人角度来说 对祖国对民族 对人民 或者对人类有帮助的事情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真的会这么想的 因为你钱到了一定量之后你说一百个亿跟一万个亿 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就因为他这个量实在太大了你知道吧 对你一个人来说对你个人 仅对你个人来说一百个亿跟一万个亿 其实性质真的就是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有一万个亿了 你是不是应该再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捐个学校那都不是了 捐个学校说的不好听 很多东西都是捞点政治资本 一弹起来 回头第一句话 他捐了学校的 你别说他 人家是做过公益的 这东西都叫捞点政治资本 你到年纪你都懂了 知道吧 你到了差不多的年龄 你就明白这意思了 捞政治资本的都是好人吗 真不一定 因为人家真的是做好事的人 他不会说这些事 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他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 他让他自己觉得心里舒服 而不是说一到有事的时候就拿出来说 哎 我当时可是捐过希望工程的 我搞了很多学校啊 我做了很多善事啊 对吧 你但凡一看什么营销号 三天两头拼命再说这个 中国整 多数大零不零的 我指的不是古天乐 因为古天乐他自己没有很 从来没有说自己去宣传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别人都是认可他的 有些人动不动就拿出来说了 哎我当时捐了个希望小学 我搞了多少多少钱 这都是典型的 他的目标 他的目的不在于做好事 知道吧 他的目的就在于说的说的再直白一点 有人喷他的时候 他马上可以说我做过好事的 你凭什么喷我 你做过吗 或者他身边有一群味道士也是这么说的 人家当时可是捐过希望工程的 你干过什么 你凭什么喷他 心里友善做好事没必要说这些东西 我没指任何人啊 我没特指过任何人 不要对号入座好吧 我只是跟大家说说我的一些想法跟见解 仅代表个人啊 我不针对任何人也没说任何人 这东西确实就是叫捞针子资本嘛 就像以前啊 比如说谁谁谁出针打将 人家都要师出有名的 出师的时候他得有一个 就是叫游戏里面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战争借口 哈哈哈哈 游戏里面这玩意叫战争借口 加拉克兹是在这儿吗 加瓦克西 刘长东我觉得我比较佩服他的 一听他说话就知道这个人一声正气 首先不说他对这个国家和民主有什么贡献啊 咱们就说他这种想法跟态度 他他为什么会白了头 是因为他觉得当时啊 这个就是可能会对不起 跟了他十年的那些员工 他想的那些人 就是跟了他拼了这么多年 房也没买上 日子也没过好 他因为这个事情白了头 我就觉得这种人啊 就算是个男人 真的 这就算是个男人 有有他这种有 就是有责任感知道吧 心里有这种责任感 这种人他财富很多了之后 他肯定是真的是回馈社会的 刘强东回馈社会干的事情绝对不少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三天两头 拿这事情出来说 这人绝对可以 真的 你看有些人暗戳戳的什么都不说 偷偷摸摸 变个线 这个股市什么东西的 偷偷摸摸把钱一转 其实他用不了这么多钱的 他真用不了这么多钱 哪用的光啊 你就算给你子子被 给你这个子孙后代用个十被子也用不完 他奶奶的 这有个巡逻的人一直没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宰了 我的 应该弄个目标红 目标红放在这个键 每次点的时候就全往那个 这个时代互联网信息这么爆炸的时候 熟 熟好熟坏 对吧 熟善熟恶 过不了多少时间 大家心中自有分辨 不是啊 他是个他是个盗贼啊 他的名字叫加瓦克西 就这种像虚灵盗贼一样的 新东方老板叫于敏红 他也属于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吧 所以你看他手下跟着他一起干的那拨人 说话的时候就让人挺有共鸣感的 不像那种就是 以前让人说的那种文周周的人 他是有有有这种啊 有这种社会报复的 所以说的话都让人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读书人你也看为什么要读书的呀 最早那句话你听过吗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这话你当时 当时你你你就是第一次接触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深信不疑的 你觉得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后来你可能有有所动摇了对吧 你得先把自己崛起 但远大的目标就是这样 当你有了这个巨大的财富之后 你确实应该做一点更有意义和更有贡献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求任何的回报 只是让环境变得更美好嘛 他哪有哪个腿的 他这个图标画的对不对 应该是有个人在周围跑来跑去的 然后还带着残影 印象还蛮深刻的 但他可能走的这个范围 他画的这个小圈不太对 你别担心我 咱这直播间 对不对 义务劳动直播间 你看看 人气外险5万多 谁会关心这 咱们也就是老朋友在这聊聊家常乱扯扯 不至于你说的会有什么影响 你根本不用担心我 也不用关心我 没事 知道吗 换了我要是涂着赚钱的时候 我聊这些 我自早悲哀我 我才不说这些 保护 我这伤害这么猛的 我能撑得到圣疗吗 我这次大飞翔伤害好猛 完了我不出暴击撑不到圣疗了 我要走了 他一共是多少 33000 开5滴加上也不行 我 来来个腿的我一个人捶不过他 我只能穿一身防御杖备 用防起打很打他很轻松的 就是有点慢 把他磨死 这个大象物理攻击还是猛的 打我身上暴击大树枝啪啪乱跳 毕竟他这个精英碾压我了 我被他这个精英碾压了 正常的 有这个游戏最初制作 就是让你多搞点社交的 这种任务 但那时候大家就是 做什么什么任务 有没有人一起什么的 对吧 你现在的游戏这方面 确实做的差呀 有很多老玩家 不玩现在的那些 出的所谓什么 联机游戏 网络游戏什么的 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这些互动了呀 你自己一个人 充电前把什么事 都全都干了 不需要 你不需要认识其他的玩家 你不需要交朋友 你就充电前就行了 社交游戏肯定得让你社交起来 对吧 对吧 你玩个元神 你需要那些吧 你玩元神 我自己一个人玩就够了 你们自己玩元神的时候 会不会喊一个人帮你去刷刷这那的 就是陌生人啊 不认识的 应该应该几乎是没有吧 如果你跟他是同学 你们在一个宿舍的 你说你帮我打一下这个 那很正常 对吧 这个游戏里面就是陌生人建立起关系 先贴个任务啥啥啥 有没有一起的 然后有的人就秘义了 足 那个诸仙世界你可以看一下 很多玩家都 积压着呢 都关注着这种新出的这种 网络游戏 因为太少了 变成稀缺资源了 大家想玩点新鲜的 讨论的飞起 不管游戏做的怎么样 我一看诸仙世界那贴吧那讨论量 给我惊到了 随便一个帖子 都能干干个一两千楼这种 这种你就能从这个视角上 你就能揣摩出了啊 现在玩mmo的这批玩家 非常的饥渴 非常的饥渴 就嗷嗷代补的人等着你 等着你给他喂一顿饭 哈哈哈哈哈哈 找一圈找找有没有那个加拉克西 哎呀现在怎么定义年轻人 要00后才算年轻人吧 你要这么说95后也不能算年轻人了 95年的人如果这会儿的话 应该也是二十七八岁了咯 他也不能算是个年轻人了 也要不如中年了 蹦三了 一定要00后才能算是年轻人 哈哈哈哈 10后那只能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小孩吧 10后你非要说他是年轻人 我觉得他充其量应该还是个小孩 先看看他在不在啊 这家伙一般都是在旁边跑的 我要去打那只大象了 正好骑骑美少女给我加个血 我 转了一圈被人捶死了 太惨了 转了一圈过来一看被人捶死了一个 00后如果是00年01年的话 现在反正也就是20岁吧 20岁左右嘛 他就是吧 哦 这是掠夺者 他不是 是得搞一个目标红 每次弄完目标红之后 点一下就能看到那个了 因为以前目标红专门用来做成就的 有一个成就叫 就是有一个成就让你打所有的银银怪 每个地图都有银银怪 银银怪就是稀有怪 大概八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刷新一次 那个成就全错完也有一个不错的奖励的 而且那个成就也比较稀有 因为你一上来你就得去搜 因为这个成就属于大家排队都比较难难搞完的嘛 旧世界银银怪好像没有强制要求的 但新世界就是这个七十几的外遇啊 外遇的银银怪它有一个列表的 有个名字列表 看到小喇叭了 哎呀很多魔术世界的玩家都等那个 没啥事干嘛 以前成就是按歪键的 这里又这里弄了这插键看不见了 他这目标红能打吗 哎他这红这里也也搞不了 其实很简单的 这玩意弄起来很简单 两天撒两个我你你我当时做这程就差不多半年吧 有空上来飞一圈有空上来飞一圈 你整个地图整个外遇的所有地图最快速度飞一圈 半年时间 圣骑士飞起来有百分之二十的那个坐机加速还快一点 我记得是在这儿呀 这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斜杠目标 然后把那个怪的名字打进去就行了 加瓦克希把他名字打进去 这个那个外遇的这个精英怪的红啊 就是目标然后把所有的精英怪名字全打进去 然后开始狂按这个键 然后还要打一个那个距离的指令 这样你可以在200码左右的范围就看到他 现在开始飞就狂按这个 探测到了之后他会自动 你看有个有个尸体看到没有 是不是我按掉了 然后我狂按这个6就能看到有个尸体 搞那个就是这么弄的 被人宰了 他哪来个腿的之前没看到一一一转就跟那个大象一样被人宰了 以前魔兽他很多东西都很新颖 比如说什么贴装备啊 就是可以把一些东西就是用用词条的方式表示出来 在这之前那些网络游戏都没这些东西的 啊搞一些方便操作的什么指令红啊 设置交点目标啊 这些东西都挺稀奇的 这家伙死了没出来 对啊包括插件这些东西 以前网络游戏都比较都比较糙的 没有这些玩意儿的 传奇奇迹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粗糙的 那时候暴雪真的是一家非常伟大的游戏公司 真的牛逼 做了星际争霸做了暗黑破坏神 啊然后做了魔兽争霸那会儿其实在国内没什么火的 但魔兽世界是真正火起来了 魔兽争霸3 先出魔兽争霸3再出魔兽世界是吧 魔兽争霸3比魔兽世界早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魔兽争霸3那个自制地图 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玩可以玩个十几二十年 一点都不夸张 这魔兽3的这个自制地图不到现在都玩着嘛 然后魔兽3的自制地图延伸出来DOTA 啊搞出来这个摩巴摩巴类的游戏 DOTA应该比那个叫什么比那个三国还早吧 它主要开圆了开圆了你可以自己自己弄啊 暴雪对这个游戏行业的整体贡献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虽然它现在没落了 一张图一个月赚两千万什么什么图啊 3C就是玩家自己弄出来的呀 3C这个东西就是根据魔兽争霸3自己弄出来的 DOTA是 尘海3C延伸出来的 这也是 哎呦这怪刷的好慢 我狂点吧它也不出来 官方平台有客金图 一张图一个月搞两千万 这么浮夸 这说实话赚的钱也是80后90后的 我这种游戏00后肯定不会去玩的 80后90后消费能力强啊 很实在的一句话呀 00后不太会去玩这种游戏的 就挣80后90后的钱呀 有的图全套客金要上万 不充值RPG地图你都玩不了 我的哥怪怪 我对这块不太了解 听你们一说我才知道 都搞成这样了 哎呀这个这个游戏客戏怎么刷新这么慢呀 这个刷新确实是有问题 太慢了 不搞了不搞了就在这挂一下吧 这也太磨叽了我的 赖鱼王玩魔兽RPG充了好几万 赖鱼王你家是不是开银行的 你要真的钱没地方花 让兄弟们帮你花花呢 原来赖鱼王画蛮多的 自从我那时候说他是冤大头之后 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发言变少了 发言变少了很多 确实发言变少了很多 感觉他有点像印钞厂的 什么东西都能克个几万 他这里路线是不是得自己跑啊 我还是看产品的 我如果对产品认可的话 花点钱就花点钱了 我是这样的 他给我开好了 还不错 这还蛮贴心的 死亡骑士确实蛮贴心 给你所有飞行点都开好 不用自己再跑一遍 这个号的经验就 可能是因为60之前的吧 他这双倍经验就拉满了 长得明显明显就快了 对你这么一说确实 感觉你说的这个魔杀rp地图 搞的现在跟手游差不多 但是但是也许这是游戏行业改变的 就是这游戏行业啊 可能就从这开始改变了 从手游可能会慢慢延伸成付费更新了 以前付费更新 dlc 末迹很末迹的 然后现在的游戏就慢慢转变成游戏完全免费 对吧你花时间你也可以有游戏体验 然后他里面分成这个呃 干地党和和这个客金党 这样的话他这个厂商产能速度会大幅提高 不会说我等一个 dlc啊等一个资料片等一个更新等个什么半年一年之后才出来 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公布了啊 整个当年的这个更新的一个计划是什么样 然后三个月之内的更新内容我全都给你说出来 往后走游戏的这个发展模式啊 很有可能往这方面了 因为厂商他的收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厂商收益得到巨大提升 他产能自然上升 玩家玩游戏也不会说啊 我这个玩完了感觉一忧为尽 然后你这什么续作什么时候出啊 要等个好几年 对以前这些都是免费的 以前魔术RPG里面绝大部分 基本上95%的地图肯定是全免费的 这东西太多了 不说守卫剑阁这种耳熟能详的 像什么火影忍者啊 信长野望啊 还有那些就是冒险RPG的各种各样的 反正有个系列的吧 全都是肯定是不收费的 你只要下载个地图进去就直接玩 几次开发以现在的模式来说更快啊 因为那会儿就要众筹嘛 众筹它确实还是慢呀对吧 一个产品众筹完了之后 你像这个星际公民确实开发了差不多得有五年还是八年了 时间线跨的太长了 技术更新都那个了 玩家比较能接受的就是这种月更或者是季度更新 很高兴见到你了 1238直接下去吧 我是看过一个帖子的说老头华 全球卖了1600万分 全球卖了1600万分收入还不如这个原神一个月的流水 我应该是在那个什么贴吧看到的 反正不是在直播间看到的 老头华老头华全球1600万分的销量不如原神一个月流水的收入 还能把我搞下马 原神上个新版本上个大版本大更新 然后出个出个那个就是当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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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系角色 流水轻轻松松能充几十个亿的 6亿美金这种都不算多吧应该 就原神流水轻松松松了 就原神流水高的时候一个月真的就几十亿的 他平均一个月就是正常的差不多一亿美金这种 版本没怎么动的时候 对牛逼的角色出来一下子把所有商hes全爆完 女玩家玩原神的很多啊 我朋友圈里面就特别多 确实很多 而且女玩家对游戏的痴迷度 我觉得 我现在观察下来是要高于男玩家的 第一是女玩家对游戏的 沉迷度痴迷度高于男玩家 第二女玩家的课经能力 好像比男玩家要强很多 因为我发现女玩家 她不是根据你这种什么逻辑思维 或者是角色的强度啊 甚至于也不是根据XP的 她就是一刻进去 她就猛刻猛刻 你看那个叫什么练语制作人 你就知道了嘛 有几个就是那种 我们以前叫那种Gay Game 但是女玩家玩的那种就是整美游戏 整美游戏里面就是 她泡那些男的帅哥 那几个游戏吓人呐 那流水吓人呐 保准每个月都过亿的那种 对你都喊她那些角色是你老婆 她喊那些角色都是她老公 刻起来很猛了 像我们的刻游戏 等活动 他们等什么活动啊 我今天刻完明天接着刻 你老婆玩吗 不玩 那你怎么知道她 因为我见过 见识过这种呀 我们玩游戏都是把这个角色算来算去 什么时候该刻 然后下一波活动 好刻上 他们是什么 哎呀她好帅啊 我想有她 你好 待会见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看朋友圈看到的 我看朋友圈 朋友圈为什么会嫁人呢 是因为以前工作 有很多这种员工嫁了 结果她自己玩游戏 她发贷朋友圈 哎呀 那些女员工玩这些游戏的太多了 那些女员工女主播 玩这些的太多了 而且刻起来贼 贼拉猛 他还刻起来贼狠我 反正你刚刚说RPG 你说少了 现在RPG都是68期 什么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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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的RPG 那个我没接触过 那个我确实没接触过 咱们老板全部就两三个刻68的 为了玩个图 魔术RPG 对啊 我还以为68的 原来是648 对啊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就现在开始搞大礼包 也是68 以前还是一两百块 现在直接都是68起步 648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想出来的 我说真的很 648这个东西真的很 328 648 行业统一标准 抽奖的东西 你别管是抽什么 或者是抽多少 只要是抽奖的东西 都会引来很多人围观的 你就当一个主播搞抽奖 他就是花钱买流量好了 你就这么理解不就行了吗 对吧 你就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了 干直播说到底不就是搞流量吗 砸点钱搞流量 你好 要不要考虑一下把田鸟搞到七十节 新西四来给你擦一擦装备 不用了 慢慢弄吧 我记得很清楚的 那会儿我就抽了个永结无间的那个什么箱子 抽了大概半小时 然后我当时说了句话 我说想看主播做凯子的点一下订阅 然后那天确实很多人 确实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 有不少人点了订阅 第二天后一阵就来了 主播我来看你做凯子了 你什么时候继续开箱子 我无言以对啊 我记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的 因为永结无间那箱子 我不可能天天开的呀 你说非法我开开 慢慢开对吧 他还能支撑得起你这个直播时间 这个游戏还能支撑得起你的直播时间 说是非法600块钱 你可以开半个小时 无间无间 你开半分钟 对 他这个非法这个钱 砸下去开的时间还是 就是这个时间长度还可以 他也没有什么快速一键跳过的 反正他要等那个门打开的 那个非法21啊 当时为什么开了不少钱 也是因为他那个门走出来 有这种神秘感对吧 油爆枇杷半遮面 遮着层窗帘面纱这种感觉 到了非法22 直接一个台子啪一下一放 瞬间你就感觉这个节目做不下去了 本来600块钱开半小时 现在600块钱只能开10分钟 成本太高了 开完第一天后面就不开了 当然莱万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必须得承认 莱万确实是个很严重的因素 本来想好的 这一笔钱投下去 莱万囤完到时候 直接赚个三倍 三倍之后再进市场 对吧 直接入场开始操作起来 结果整整一个年头过去了 这个价格非常的稳定啊 非常稳定 本来想那些20万啊 先是20万 然后15万 然后12万买 到后来出来7万多的 拉到后来没款了 发现没钱了 一开始跟我说20万以下的全拉掉 后来跟我12万赶紧拉了 还等什么呢 再一看过了一会儿 7万多了 好家伙 把其他角色也卖了 先先拉7万多的 那号上现在上去一看 估计 差不多50个 50个来万左右 哎哟喂 本来想着7万拉20万出嘛 当时已经想好了嘛 我那会儿特地跑到29 29每次出非法的时候 他开直播开一会儿 跑到29那边看 29拉的是那个 啊 那个葡萄牙的那个前锋 叫卢什么来着 卢 卢啥来着 那个叫 就那个壮壮的胖胖的 他拉那个东西 拉了好像差不多十来个 那叫卢啥来着 卢西胖了 卢卡库 哎对对对 卢卡库终于想起来了 好家伙 他一口气拉了好多卢卡 卢卡库 看那玩意刷了没有 哦是比利时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对对 他是比利时的 哎呀又死了 尸体在哪 尸体我也没看到 好歹让我看看尸体呢 这个MPT我记得刷新挺快的 三五分钟 刚才转了半天 他现在尸体消失了 可能过一会儿要刷了 刷的快架不住周围有人打呀 我当时练极的时候就是过来 三五分钟就抢了 这祸尸体呢 哎 怎么没看到地上光圈 他只会在这里刷 他只会在这里刷 他会在旁边走来走去的 那这货 这东西会走的呀 他只在这个白圈旁边刷 就刷新的时间点 肯定是在白圈旁边 这个白圈圈 练DK多么刚才不也说了吗 打那个竞技场任务 你就会判断出来 差不多该练的也都练了呀 毕竟这也不是跨幅的呀 魔兽世界这款画面 也不算拉垮的 只是跟比较好的游戏画面 比起来这就不太行了 老了吗 昆仑望月是谁 谁是昆仑望月 他在这打任务啊 江南幼爱园神迹 以前也是的 要么就是喊话 要么就是直接阻你 打完任务 你问 等会还有个什么任务 一起去吗 就这种 哎我受不了了 还不出来 他这游戏也不是靠画面取胜的 靠的是他的内容 靠的是他这个建立起玩家跟玩家之间的联系 现在哪个游戏还有这样的 没了 你看哪个游戏能像魔兽世界一样 里面认识一帮玩家 大家一起玩 玩了之后 可以卸下聚个会吃个饭的 有吗 好像没了 有吗 同学们 你们说说看 可能就是剑网三这种 那不都是一个类型的吗 剑网三 FF14 这不都是一个类型的吗 这些都是老玩家进去的 你有新玩家进去的这样的游戏吗 你说说看 有新玩家进去的这样的游戏吗 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你里面认识的人 陌生人一起打打 然后就出来聚会吃饭 哇 你这可别小看哦 那同城群 英雄联盟的同城群 一天他妈聚会 不知道多少次 英雄联盟同城群啊 不都是啊 是里面打游戏认识的 他们在里面打游戏有联系吗 有啊 英雄联盟同城群 我第一次听说 就是你在网吧一做 这个老板 这网吧基本上 可能网吧界面上 就给你 告诉你就去 加入英雄联盟同城群 我没听说过 英雄联盟还有同城交友的 我只看到人家贴吧里 有个女孩贴个自己的照片 然后里面说说她的条件 只有这种 英雄联盟同城真的很夸张的 特别是那种方面更夸张 英雄联盟就不是吃饭这么简单的 你抢到了 你队友抢到了 我看到了就在山头完成了 赚了两圈终于完成了 反正英雄联盟的这个群那种活动确实有点有点过分 特别多 所以去参加的也是冲着去搞这个的事情去的了 搞这个事情的还是偏少 但是每个群里肯定都有 不是你们玩魔兽世界里面这种水友群的聚会是很纯粹的呀 对不对 就像战友的友情一样呀 我是说这个意思呀 你搞英雄联盟 你这样你这么说别人是冲着有目的去的呀 看能不能捞个什么撩个什么这种 魔兽世界的这个游戏的核心是交友的话是大家正常交友 英雄联盟的核心毕竟还是禁忌嘛 照你这么说那王者龙耀岂不是搞得越多 王者龙耀那比英雄的门夸张多了 他妈他直接给你显示距离的呀 哈哈哈哈 直接给你显示距离 哈哈哈哈 代媚嘛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个词嘛 代媚 妹子需要带 然后你有带妹子的能力 你显示距离的真的 不然怎么会出现什么张家文甩空姐这种事情 对吧 你按现实里来说这种事情100%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网络游戏里就会来这种 那时候还有谁跟我说过一次说 我英雄联盟的女玩家小迷妹 他很沉迷这个职业选手 然后还有什么搞什么千里送的这种 我听的我听了之后都觉得大为震惊了大为震惊 我听起来好像你在说一个红白红白刀ADC 什么东西啊 你是不是在说一个红白刀的ADC啊 我我不知道 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又不知道这些的 我完全不了解这些 我说一说这些兄弟们这个又聊的乐火朝天了 我这个天 有聊的乐火朝天 关键是你们一边指责的这个人 一边又想成为他 这就很矛盾了 罗永浩有几句话说的挺好的 就像流氓的流氓教育孩子的时候 他都会说你以后要做个好人 要踏踏实实的 对吧 要顶天立地光明磊落 他不会说你去做个坏人 你以后去干什么坏事 他明明是个坏人 那他要教自己的孩子做个好人 就是你现在干的事 你明明是在指责他 但是你又想成为他 又想取代他 你又想做他在 他做的你说的坏事 哇塞 这个斑塔尔也得做个红 但是这个这个里面 他这个界面的红子在哪弄呢 咱们这个直播间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会出现那种 就是有这种Gay化的趋势 我刚看到有个弹幕 他说蓝头那小弟 约不约出来 级不级见 怎么会有这种人的 咱这直播间没有这方面的取向吧 也就羊腿那个是说着玩的吧 还是他真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太吓人了 反正你真有一个水友是这样子的 羊腿啊 不是羊腿 不是羊腿 另一个 那那他是一个Gay 你从来没有对他有过那种另类的眼光 还是你看到他就躲的远远了 人家敢直接说出来啊 实话实说 我是觉得嘎子跟又搞得有点那种 很奇怪的暧昧这种情感 你知道吧 我有时候点开直播看他俩说话 我感觉嘎子跟羊妹可能都没这么多话 可能都没聊得这么深入 刚才那兄弟这一说 我也忍不住了 反正不是我先开的口 那直播间不是我先开的口 有人先这么说了 我就顺着这么 对吧 随便 我跟牛子是不一样 牛子已婚 我也已婚 嘎子现在的状态是未婚 懂 小兄弟懂 你但凡是未婚没领证之前 所有事情都还是有 有余地的知道吧 有回旋的余地 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的 明白吗 我这有这样快帮我 什么你说什么 那个Gate水也已婚 你就不要给他说出来了吧 你这要给他做宣传 这又没事 他是跟他那个老婆说好了 都提前说好了的 他没说要把这个事情告诉直播间的人吧 这都没事 直播间有他喜欢的水友挺多的 三四个 直播间有他喜欢的三四个水友 好 保护 快快快 班塔尔 我帮你 我帮你拉了 救命啊 你是摩西翻成啊 不是你吧 好了 班塔尔被别人拿了 你搞的我搞的巴克洛尔 我搞的这个巴克洛尔 我搞的这个巴克洛尔 我帮你拉了个班塔尔 这里风筝他拓战了 然后别人抢了 你在哪 你在哪搞班塔尔 就中间呀 沃宿谷上面 班塔尔的地方固定吗 他就是跟着一头猎蹄牛在这里跑 我知道那个头牛特别大嘛 白色的嘛 特别大一个大西游 你就跟着这个猎蹄牛群就行了 他必刷这个猎蹄牛群旁边 那个最后再去搞他嘛 先去搞那个风盆 反正我在这里做任务 我永远记得这里 真的 太吓人了 现在已经屏幕长胆了 叫他出来一个 那个老麦的猎蹄牛 我从66级等到70级才做完他 太吓人了 你这么刚才说了半天 那人不会是拖马屯吧 不是 你应该不能吧 你还是别把他名字说出来好 还是说他委托你宣传一下 然后在直播间可以明目张胆的 找这些男水友 那都没事 那也没饼子 这里有这鸟好像在天上飞 那一块 我反正在战锤山下面那一块 就会很快 那条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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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条鸟 这地图上这有画个圈能 那鸟一开始好像是在比较高的地方飞吧 对 战存山和潮路废墟的左边 在这两块 我抓他抓了四五次了 这是要出那个80级新天赋才能抓的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是当时打本 打本要带着猫头鹰 然后他跑了一次 猎藏者的眼睛 好 去搞班塔尔去了 班塔尔搞一搞升完级了 好歹 放了两天了 总得把这一级给他升了 我他这南通的兄弟太太大刀阔斧了 确实太大刀阔斧了 我班塔尔刷了 我帮你先封针一会儿 班塔尔应该不难弄的 因为那东西本来目标就很大嘛 没事的 你就跟着他好了 别人要打就打了 没没关系的 没有我把仇恨抢了 我说你别人要打你就让他打 我跑过来他差不多等会又刷新了 我就拿着我的宝宝直接扛着他 我宝宝应该不至于打死他吧 拖着托马屯都释放天青来一件 广西在山雄都说出来了 你还要往右边飞一点 我我把我宝宝放了然后加持独战了 有人打了好像 我我的仇恨 他快要咯屁了 拖战了吗 没有有人抢了 上刀出来要死了他 8%了6%了 就1000血了死了 被痛死了 这个素食是个毒瘤 这七十几素食是个毒瘤 这么多一群人抢算了 晚点的 没有是水友啊 啊 这是那个 一语成诚呀 这上面不是有人要打吗 这还能看见别人天赋的 他就在这群列艺牛里面刷出来 好像是 对啊 也是三五分钟左右 又师傅那声音听上去一点都不像三宗人 一点都不像 他没口音 声线也不像 说话的那种 就是整个 这个语气啊 现在感觉是比较偏瘦的那种 就是 受我一败的兽 他是山东人 又师傅自己说的 说他是山东人 听不出吧 他还没什么北方人口音吧 他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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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没什么 这只能采访当事人了 关于鸭师傅和那个幼师傅的这种 微妙的这种情感变化 需要采访当事人杨妹 看看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女方一般对这种事情都很敏感的 就我觉得杨妹对幼师傅是有一种攻击性的 很明显是有一种攻击性的 我回想了一下之前发生的那些剧情 杨妹暂时对幼师傅是抱着一种 这种批判的态度 你这兄弟过分了 到时候杨妹都睡不着觉 你这有点太过分了 这不是我说的了 什么我节奏大师 又不是我说出来的 我看你们说嘛 我就这么一想 好像确实有那么一些这个 对吧 这有这么一些线索什么的 安塔刷了刚刚杀的位置 他不在牛裙子 他单独去那个了 我怎么这个图标都不在上面 哎哟太惨了 好惨啊 好惨啊 好惨一个猎青牛 该去找那地尖了 这你就说错了 有个兄弟他弄了一个 有种阴谋论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又师傅接近压师傅是为了养妹 但我发现又师傅跟养妹一起玩游戏 是为了接近压师傅 知道吧 他先攻略这个压师傅身边的人 跟养妹一起打打英雄联盟什么的 你观察的还是不够仔细 这毕竟是心动的 ici 他在背功都写出错词了 呵呵呵 轨迹多短 哎呦我的 坏了 哈哈哈哈 又攻完路 啊又啊又啊又玩路 意在压攻 这云哥你又没有想过 又先找亚四夫 然后牛哥那里打游戏 他也不落下 最终目标会不会是你呀 他肯定是找那种未婚男性的呀 这种只能找未婚男性 已婚男性找不了的 风险 亚四夫是已婚男性呀 牙师傅未婚呀 谁跟你说牙师傅已婚,未婚男性呀 牙师傅属于未婚男性 牙师傅什么时候变成已婚男性了 他把阵灵好了是吧 猎蹄牛 哇塞,这提升大 硕大提升 封鹏鞋,105,91 这是什么东西,耐力支离攻击强度 天呐 承接光环上次也加上了吧 圣洁,圣洁陈洁 五点力量 接下来就是圣印了 很高兴见到你 终极挑战是捶一个谁来的 每一项的王后 终极挑战给的东西是有点差的 顺便也去掏一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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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肯定你需要的东西 最多了,这个90 是有点差的 84的实在太低了 留个这个 终极挑战 终极挑战 塔斯克之心 这个塔斯克刚死了 那个大象他又不动位置的 就在那个山头呀 对吧 他不会动位置的 我给DK单挑他 然后死了 真给DK丢人 装备不行 确实不好打 技能全开都不太行 那个大象好像原来配置 算是个三人到五人的任务 反正三人起步 我是一个人 带着我宝宝把它弄出来 猎人慢慢打是可以弄的 你这种近战职业 也没办法的 只能开技能硬干 下手晚了 被人先下手了 是不是有个兄弟先下手了 我的小怪 没干上 好像有个兄弟先出手了 名字是白的 灰色名字 说明这个不是第一个攻击的 你把这个小DK组上吧 你把这个小DK组上吧 不是太狂 刚刚就是他单挑 然后他死了 曾经太狂69 那红门怎么就突然之间就离开这服务器了呢 不知道 不知道 这种江湖八卦你不是应该都了如之掌吗 这有什么好了如之掌的 反正 反正这个服务就是当时转了 来了不转服务 然后一坨乡下小屋的人过来之后 整个服务器的质量就上升了 服务器的质量上升指什么 物资变多了 不是物资变多了 就人突然就多了起来 然后 没些什么毛人毛事的 那会儿我记得打还还比较早的时候 那个黑衣之潮每天早上开团 从早开到晚 这都抢了 每天早上开团从早开到晚 这个人是谁 这名字我这我这差点也看不见 这名字 他说叫什么我叫黑毛什么的 这人不是拿着那个像决斗士的剑 还什么的吗 谁知道一个70级的人还要打这个东西 这谁知道 70级的人一般都不需要打这个了 现在有这个魔兽世界服务器全是这样的 要么里面全是联盟 要么里面全是部落 联盟跟部落平衡的这种 也不知道那种什么还有吗 以前那个叫什么哈霍兰 那些个服务器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联盟跟部落比较平均的吗 还是又发生变化 还是比较平均 还是比较平均 他还维持着原来的状态 对 也就是说留着玩的老玩家还是很稳定的是吧 有个永久60服那才是真的离谱 出城就是打架 那别人玩就玩这些东西呗 他那个永久60的那个终极怀旧服 他就玩这点内容呗 每天就上去找人打呗 那里面又没什么追求的 大家东西全都塞的满满当当的 管到后来上 你一个账号上 珠峰剑成账什么乱七八糟 每个号上的每个角色全都弄上 差不多该出了 这次应该差不多该出了 这个部落坏兵想干什么 有个哈霍兰永久60几啊 这里面联盟看到部落也不打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刚开始玩的时候 一看到就狠狠地打 他怎么不走啊 不走岂不是要被人捶死 把他交了撤退 没有本来存了两天双倍经验 看看升级升快点 谁知道还是挺慢的 打算准备给他存个三四天了 太慢了 全是双倍的话 垂几个怪应该这等级啪啪啪啪就升了 魔兽世界野外没什么东西的 只有每次开新等级开新版本的时候 你运气好野外直接打个200级的就是当前版本 新开的当前版本直接一个装绑的紫色 网派卖行一扔 对吧 有个凯子直接一接货 发笔横财 只有这样 你现在闲的要不要带我们去突破城 七十级一开始搞的什么一闪 你没去打过那个什么部落的首领吗 没有啊 这不是拿这个成就 成就那个熊你没去弄过吗 以前的不算呀 打部落的四个首领你没去打过啊 丁内不是去打了吗 以前的不算 我能为你做的什么 那个叫什么联盟黑熊 这东西你没有啊 现在没有 没有嘛 你自己去啊 你找我去干嘛 你自己去啊 我对做机又没需求的 我对成就也没有需求 赶紧去 不去到时候关了就没了 只要27号一开 这些东西全都没了 好像都变成光辉世纪了 这会不是人多吗 你直接一喊 要去打那个首领的拳头组一块 然后冲过去 世界有 世界有人喊 世界有人喊动作慢呀 你直接工会里一组人 大家上个语音过去比这快多了 工会人够了 应该要两三个团 啥玩意儿要两三个团 现在是80级的首领 哦现在硬打80级的首领 哦对对对 好像是有这么个问题 是个80级的成就 不是70级的成就 对了 忘记了忘记了 不好意思忘记了 当时确实是弄了很多团 我们那时候20个团开过去 哪只两三个团 就是联盟各大工会 大家齐心协力 下午一指挥 哇塞都跨都跨那个了 那种用TS语音 跨TS语音 全部弄到一块 这不得了啊 这千把号人啊 这开起来厉害的 只要过去一打B卡 然后就卡着过去放技能 就得反正就死了 其实也不需要任何指挥 只需要大家一起过去就行了 他基本上五六个团 就开始卡成PPT的 对啊就是放技能的时候 你那个条就一直一个光在那转吧 就PPT打法就得 然后逛开荣誉 那都是去黑人杀的 全部卡死了 不可能的 七八个团服务器不可能挂掉的 这有什么好吹牛的 一个服务器20个团 凑不出来 这有什么好吹牛的 博博还记得黑13 博博博博博卫战 黑人那真卡 我们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很多年前 大家对这个游戏 全是这种很新鲜的感觉 发生这种事情 大家会越玩越起劲 对那会儿都一直喷服务器 那会儿打那个 打打打打打打 那个叫什么 黑一只潮的时候就是 都是都是PPT打法 我人呢 我得看看 他奶奶没上 这甘雨什么时候能搞啊 搞不了甘雨难受啊 太慢了 甘雨这个礼拜五就能抽了 太晚了呀 能不能再早一点 星期三星期四行不了 星期五也太慢了 那建议去米哈游那边打太极拳给他来一场 现在我们这个歪歪语音啊 玩不同的游戏上的是不同的水友 聊出来是不一样的声音 我买桂花同在 这个提纳里 到底是不是铁飞我 两天二十小时 哎呦 等于三天 太漫长了 不要抽 那个的话我们能歪出来的 这个提纳里 太漫长了 这货是垃圾还是马马虎虎啊 我之前试完了一下 感觉好像是挺一般的 他就是撒一团东西 然后可以打打元素反应了 你可以理解为他和那个 进大池子的时候 你那个专属池歪起来的时候 就能歪到他 就这么个意思对吧 等他进那个常驻池的时候 你在专属池里面抽的时候 会歪到常驻池的角色 我的两天二十小时太漫长了 太漫长了 你怎么知道你歪到的是他 我之前换他里面 想抽个那个火枪 怎么都歪不到 完了 技能开走了 我也 也无所谓 第一个柱子的话还扣着 反正主要的第二个柱子 现在一波也能搞死 潘如潘石 好 我觉得这个克勤本来的物理攻击 还是蛮可观的 我看了一下 他原来弄的装备也不算太差 虽然跟顶级的也有差距了 直接砍在物理上还真的还可以 直接砍在物理上还真的还可以 哎呦还不错三个 三个算还不错了 我现在要再去开主线 我今天开主线开快点能吹到那公子吧 我看我那天赋书好像是 是要个公子的东西 要一个公子的这个吞天之精之脚 我开主线开快点 不知道不知道来的能到哪 应该应该能到了 要不要你还是来我世界打一下公子 不用了不用了 这什么东西啊 我操还有今天的美日啊 到公子那边流程不长 OK 他那个石破要挖特别多 挺麻烦的 要挖贼多的石破 60个还80个 巨多 这石破搞起来是挺麻烦的 确实得像地法一样弄两个号 然后进他自己的号里面 来回挖我 那就是初期比较大吗 你现在是不需要的 对啊 你看我聊天的人从 那个 李娜和包包 现在换成了 乔勒之家阿弟 这不同的游戏啊 他的用户和受住面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不玩手 有些人不玩网游 就无所谓天气事情是雨 谁说聊极限都来了 你这家伙是真有点变态 你就逮着直播间里狂聊极限的事 真变态我发现 你这家伙是真变态 我建议你超过一面就够了 零面就够了 你要超 要超命座的话 超后面的办法 高兴应用了 对 那后面的都是命座战神 丹与第一次出现什么时候 丹与盘手 就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先把开销 哎呦 特别早 一年都不知道 公子之后就是关于吧 公子之后就叫关于 公子之后是终于吧 那是反正挺早的 去年两月份 一年半了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一年半都不止了 一年半都不止了 他复刻了好几次了 都已经复刻了好几次了 对 复刻了一次 这是复刻第二步的情况 卧槽你这 去吧 这没弓箭手在这儿恶心啊 这有弓箭手还比这方面多了 3.0出个新的五星 新的五星是谁有预告吗 3.1出两个 3.1出两个新五星 说不定是垃圾呢 还是已经测过了 不厉害 3.1是尼路 还有一个是赛诺 赛诺的话 那两个特别吗 那两个就是无测过了 尼路是命作战士 他俩都是命作战士 赛诺两命起步 云哥你就这样说吧 如果你一路升到六命的话 等于说你身上带两套身一路 那这两个人 他们分别有取代的角色是谁的 他俩是谁的上位角色的 他俩是主打反应的 主打草反应 就没取代任何人 就是算是新系的 新机制吧 新机制 没取代老角色 两个六命还搞两万吧 那俩没必要多要力 我觉得那赛诺挺强的 两面强 非常紧密 六命的话最高 你路缺了 你路已经是这样 六命没那么强 不是武器为什么要这么贵啊 算武器要三万 为什么两把武器要 一把武器要五千块 武器为什么要这么贵啊 你难道要把武器碰到五千啊 你不用那么贵啊 怎么武器成本要算这么高啊 反正武器一句超 武器我武器一球精 就精一球 这个游戏武器跟人物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武器一般抽一把就够了吧 不需要搞什么 那种二三的那种 没必要啊 没必要 武器肯定被人 差距那么大了 真名不握真军 可别眨眼 云哥有问你了 那云哥的话可以超个U啦 不是说新出的角色都是草系吗 不是新出的是一个是水系一个是雷系 新出一个水一个雷 没有没有取代雷电将军啊 呃他俩机制不一样 雷声打冲门 你要想抽高薪的话 就抽等三代一再抽 我没想抽高薪的 我就随便看看 这游戏好像高不高薪也没太大用处啊 现在看下来 往后出的话都是民族战神 民族战神也就两命啊 两命也不算什么高薪吧 两命我这五万一元瞬间就没了 又不是大煤屁 我这一看 这根本不够啊 随便给个吃的就行 下班们观望一下 没起来的话就是八十抽打几 然后还抽不中 还有 一百六十抽才能抽中 我抽的三个中鲤 我三个都中了呀 那是你不怕那个客情吗 那不是我抽的 那又不是我抽的 那又不是我抽的 我抽就不出客情的呀 哎呦我让你帮我抽草神吗 你就不外 我不能帮别人抽呀 我帮别人抽 就就就就外掉了 我自己抽我自己的命中率 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你以前抽卡干的也挺好 我自己 我自己抽的三个都是都是中鲤呀 没出问题呀 就有个倒霉瓜子一定要抽 没办法呀 说他倒霉瓜子 他还不开心了等会 是倒霉瓜子了 他跑过来在那臭臭臭臭 诶,这儿怎么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 等你炸群玉格呢 我最早玩的时候,我抽这个什么狄卢克和那个大剑也是一下都搞出来了,也没玩意儿 后来还给水友抽两狄卢克呢 确实又没刮,没办法说了他也... 天理常驱 这怎么办,没办法 神派 血影如剑,无处可逃 其实你说那角色要不要抽什么的,也不是太有所谓 你看这角色,就像这种角色,老角色他正常打打也没任何问题 也不正常就这样打打了,也很轻松 但这个忠仪,忠仪是肯定要弄的,这个角色是肯定要弄的 我看别人分析说,忠仪一般搞两名或者四名,四名范围大一点 我想想之前搞两名也差不多,确实两名就OK了 多刷一个技能吧 我当时在想着他那个技能再高一点,是不是盾再猛一些 说句话,七神的话,我们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不同的 伸渊这角色不能打吧,伸渊好像绝大部分配置都能打 还是说他伸渊会,现在会出那种不同的元素反应啊 他有加长 比如现在就是草元素加长 你说我这打的很刮,其实我倒觉得我这打的不是很刮呀 你非要每个怪都是秒杀吗,那种才不算刮吧 我这打的也不算很刮吧,还可以吧 就不像说我打一个怪要打个什么五分钟以上 基本上到现在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是,现在你是世界等级低,有些怪等级低 世界等级高,我角色等级也上来了 等世界等级高了,我角色等级跟强度肯定也上来了 我这角色确实也不一样 我现在这角色也不满 我现在是世界等级,只怪打我还挺好 每次会有不同的元素 如果对你的元素对口的话 你这个这次的深渊你就打得快 就反正就是这样 走多地方 反正这个钟离玩起来比原来的要痛快多了 就像陈杰奇一样 原来最老的最老的版本没有这些东西 只能硬盖 还得躲躲什么的 有这个钟离你技能一放就直接 就顶着他就能录了 顶着盖就能录了 不就正好吗?回坑的时候他正好有这个钟离 然后钟离完事后面再接一个干雨 差不多就行了呀 又不早急 感谢你完成了 你们说的打声音乐给个几百元时 按我来说两星期我宁愿花这几十块钱 我买这些东西可以吧 我不打就不打了 我也懒得操这个心了 我直接花几十块钱买这东西买了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吗 我这逻辑说的没问题吧 除非他出产的东西我根本就买不了 无非一个是花时间一个是花钱买 对不对 我感觉花这点时间 我不花这时间 我直接花个几十块钱不就结束了吗 你反正能想明白这层意思不就行了吗 你有空吗你就打打 你不想打吗 你就 你就抽个三四十块 抽角色 关键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 他不是说这个角色你有多有兴趣 就是你没抽到的时候 你心里来火了 他奶奶个腿的 老子就不信抽不到 你是因为这个事情继续抽的 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口袋里有钱 然后你就不相信自己抽不到 你不相信自己是大美鬼子 然后你就把你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又继续用了 一道新角色都这样 对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卯师傅 就去搞那个了 这个先不弄了 快点搞主线了 是会这样的 所有人抽这个奖都会这样 没办法 这是来自于人本身的裂更新 歪了就不错 你忍得住的 你忍得住的 你肯定忍不住的呀 你肯定是想我这把给人垫了 我不行 我不能给人垫 我自己给我自己垫了算了 然后你就又下手了 这忍得住的 只有一种钱 只有一种情况 你口袋里没钱了 我歪了 我没办法了 我只能认了 只有这一种情况 可不动 超出我承受范围 就这一种情况 但凡在你承受范围里内 你都不会承认自己的什么歪了 在哪 这个游戏他确实 就是搞得 绝大部分就是 就够 换塔就不一样 换塔必须的高兵 换塔不行 换塔这不行 这个是大石坏 换塔的灵命 就是完全 就连上场都上不去 因为换塔的游戏机制 跟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换塔的角色 就用这个灵命来说的话 换塔的角色灵命是没有受止的 对 他这个游戏不存在 就是像我前天说的 他不存在就是 我的灵命跟六命 我攻击力是1000 我六命攻击力也是1000 换塔不一样 换塔 我灵命的攻击力是200 我六命攻击力是1500 你说说这 这种就是 没法搞在一块的 所以说他这个上 一般倒是三星起步 对 他现在设计的这个是可以的 这种设计确实 就这 对比其他游戏 他算是比较良性的了 你就像那白老板 没三星没法玩 马克必须得六星啊 对啊 你不像这个钟离灵命就行了 阿超每次都给我推荐什么 玩其他游戏 结果他自己玩这玩的 也得一起进我 我上次也客观的评价过了 我说这游戏啊 现在很大程度 意义上 他更新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都可以取代野催二了 确实是可以取代了 因为 昨天我没来直播 我自己玩了下雪山 我整个游戏的这个内容体验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当时 玩塞尔达那种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本来我就是一个喜欢掏货和探索的人 我也不喜欢看攻略 我也不喜欢听别人说那什么东西 我自己探索完的时候 跟玩塞尔达的时候 这种体验差不多的 有些地方会更好一点 没偷偷玩呀 我不得把每天的体力给用了嘛 用完体力之后没啥色干 晚上闲着弹疼 我就把雪山给转了一圈 你看我这雪山全转完了 把这个雪山这全给转了一圈 也没花太多时间嘛 雪山再转一圈全转完 有你们说这个雪山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感觉转下来没有啊 没有很麻烦 但是我看了岩层那边的构造 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那个 周围全是一个 巧乐之说 那个像抽水马桶一样的 那个岩石那个地方的构造 会复杂一点 再加上他那个山全是空的嘛 里面探完还得去山里面探 这游戏本来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他就比较对我的胃口 为什么呢 我就是那种喜欢探索和掏货的人 他这里面都是探索都是掏货 走到哪探到哪走到哪掏到哪 我还看到两次呀 但是我每次走过去都忘记了 应该先给他拍个照什么的 拍三种不同颜色 我看到了我那次看到一个黄的 然后有一个绿的一个黄的 不是我是说我喜欢的游戏类型 我对里面的角色无感还是那句话 我真我是针对里面的角色无感 角色设定我真的推荐那个叫 战双帕米什这款游戏 我感觉那个角色设定真的做得非常的优秀 甚至于是远超尼尔吉尼尔吉蟹机员了 那你等下比我高呢 我只有99级 但是从游戏的玩法和体验内容上来说的话 就是塞尔达这种类型的很吸引玩家 他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基本上做得非常不错 这个钟离之前好像跟主角没见过 怎么突然在这出现了 之前在李月我见过钟离这个人吗 我记得我最早两年前玩的时候还没见过他呀 他说你忘了 那我就忘了 开始不是举行个地点吗 然后帝君装死 那我就 那就应该就是我忘了 你说你还记不记得他见过 肯定不记得了 这种游戏剧情我不太 我不是很很上心的 他能坐上今天的位置全靠自己 这样的人我听说 不断扩建的群玉格正是他志向的体现 就那个战双怕迷死那游戏 我没有看里面的任何剧情 但是我跑去那个视频网站 用最快速的那种 就是总结的视频 我把它看了一遍 当然是摩拉了 因为我看贴吧里面 里面分析说 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七章的剧情一塌糊涂 从第九章开始剧情进入高能阶段 然后后面就越写越好 对了 他找我们说的最多的事 是关于愚人众的 愚人众历来如此 我一点都不觉得应该 因为在双怕迷死那游戏 他没有可以直播的内容 他没有可以直播的内容 这原神是有直播内容的呀 对 原神直播内容跟赛尔达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呀 对吧 我再从另外一角度来说 你现在就把我 就把我当成我在播出赛尔达尔 我提前玩上了野崔尔 他就在看花 战双怕迷死他没有 没有播出的内容 没有 他的剧情呈现方式全是文本 不像这里还有人物配音对话 走到地主某个位置 所以战双的制作组 那个叫库洛的公司 他现在要做一个游戏叫潮明 也跟这种开放世界 跟这个开放世界一样 城里还保留了一些人工培育的品类 但只有这种琉璃百合香气浓郁 不过 想采这种花还需要你的帮助 我再说吧 不 那你还吃不了 我要你对那些花唱歌 上 上去已经吹过 你唱歌的水平怎么样 是吗 有点不信 效果如何 一世便知 赛尔达我又不是只放了一次 赛尔达我都放了三次了 对吧第一次放的是英文版 第二次放的是中文版 第三次是大师之剑出来的时候 又重新到从头到尾再放了一次 与其放一个游戏的老内容 不如放新出的内容 放我自己没体验过的内容 再说我现在直播又不为了做数据 对吧 又不为了做什么东西 我只是为了玩一下我没玩过的东西而已 这个话题我说过好多次了 就 用我不太会说话的视角来说 你喜欢看什么内容是你的事 对吧 我现在玩什么放我的 想放什么东西是我的事 这是两码事 原来它是一码事 我现在就玩玩我没玩过的内容 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全新游戏体验 对叫我为首一为小子也可以 我这头上应该有个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感觉野崔尔能超越现在以原神发展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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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势头啊 我不感觉野崔尔能超越它 一起来玩吧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来说的话 野崔尔已经很难超越这个东西了 他这里面现在要什么有什么 基本上该该有的都有 除了需要你稍微花点钱以外 但是你不花钱 你像巧乐兹这样 也是正常可以玩下去的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现在 做的比较全面成功的内容了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了已经 塞尔达剧情太短了 几乎没有剧情 塞尔达是个老IP也是这方面的鼻祖 对吧 你哪怕从尊老IU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也得尊重一下这个鼻祖 但是人还是肯定都要接受新鲜事物的 尤其是新鲜事物 对吧 你新上来的拳王比老拳王厉害 你还要说不行 我就怎么怎么老拳王 那你这个不能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就像现在网络上的视频原创视频一样 网络上很多原创视频 他最早的作者归金火 但是后来用他这种就是 和他类似的这种方式制作视频的人可能火了 对吧 好多这种这个网络视频博主啊 说要什么版权版权这大的 喊了半天有屁王 没用的一点用都没有的 这个世界只有尘王败寇 你相同的这种模式 人家做的内容比你好就是比你好 对吧你就是被淘汰了 就是你接受不了而已 这就是扎克伯格比较聪明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扎克伯格 这Facebook的那个创始人 最早这个主意是他跟他的一个 另外一个同学一起想出来的 然后第二天他就把他同学提出局了 他马上就把这个Facebook的注册掉了 这也不是他的原创原创的这个东西 但人家就已经马上把他给占了 他们根本不是琉璃百合 对啊就这么个活呀 活就这么个活 这个世界真的只看成王败寇的呀 用于伪装的琉璃百合 还有这种好事很遗憾 怎么请问我是强度党 谁抢我就站谁边 你们是在找琉璃百合吗 这甘雨出来了 好像还不错吧造型 我还以为是那个小街脑袋的 原来那个不是甘雨啊 他叫王小美啊 他是王小美配音 他的人叫王小美 有个叫王小美的给他配音 那是谁呀 甘雨和王小美 根本一个字都没记对吧 说起来 二位的群玉格之行感受如何 因为你没告诉我们怎么上去 所以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路呢 头上怎么有两个脚啊 羊嘛 甘雨是羊啊 对 麒麟 麒麟的脚 当然都管他叫一啊 而且比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连气质也不太一样 啊 因为那时是天全新使者的身份 但现在只是在看花 看花 为什么不在城里看 要不 郁金台是帝君逝去之地 在那里看花 是很令人寂寞的 最近这几天 我在郁金台附近办公室 对不起 是我自己没能 2000年前魔神战争结束 最初的七神曾在里乐相聚 与帝君对影 而今神未更迭 这些人就不记得钟离了 他这里有一段话说 最初的七神在里乐相聚与帝君对影 那他们不知道那个帝君是钟离 钟离是帝君吧 是的 现在你看到的钟离是幻化以后的人形 钟离有好几种形态 哦 钟离有好几种形态 对 他现在是个幻化人形 那他放大招的时候 怎么不把他真声给露出来一下呢 现今的陈氏七指正 虚弥的草之神最年轻 只有500岁 而阎王已经在是最久 之前对话的时候已经把后面都铺垫好了 呃 陈氏七指正 最年轻的虚弥草之神 然后这段剧情是在差不多两年之后才 才把虚弥草给开出来 对 当时他已经手机箱王 都已经铺垫好了 所以说他的剧本一开始就已经完整都写了 从建立之初就已是帝君同志 那么你对这场死刑 他七个神的剧本应该早就写好了 突然这么问 作为人我至今也无法想象 我还以为他是编一边编故事一边做游戏的 但作为仙 这个你还有有漫画的 漫画就有开始的 既然 你说 我 我是人类与麒麟的混血 有一半仙人的血统 战争终结以后 我与帝君签下契约 开始担任历代七星的秘书 还是聊些其他的吧 我也知道野生琉璃百合所藏的位置 那就恭敬不如从 一月最强贤人是平老的 是的 谁是谁 等到输入剧情你就能看到了 老猛了 就是他这个剧情里设定的人物强度 跟你玩家玩的强度不一样是吧 你玩不了 一个NPC 不 是我该感谢你们 若不是这次偶遇 那个平老了 以前认识过中理 这样一来 宋仙典以所需的各种筹备 摘花这件事 在各种意义上都很方便 嗯 他要是在离约作 创业 开闪 万事开头难 摩损的多了 就要重新 看吧 这种语气 一听就是过来人 还好一开始很拿一段版本没完 现在大家强度都已经定好了 也算是少走了不少弯路了 本来要是玩下去 我估计那个肖一出来 又得拉个满命 是啊 对啊 正好是新年的时候 不是那会我看那个什么 之前玩过的人测试 打装机吗 说那个笑怎么怎么厉害 怎么怎么厉害 我也没继续玩下去 我估计继续玩下去 开了我肯定给他拉满了 现在都没人提这个角色的 他连被提的这个资格都没有 他还行吧 还是里约三星之一 不像蒙德 现在没人提了 我现在就一个优拉有点出现了 有点出现了 有点出现了 等着我都快睡着了 我的占星术果然不会出错 这次不是铁飞 我除了赶路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吧 刷好用的 这是打中花伤害和暴流 真麻烦 那我那我的名字是 阿斯托洛吉斯 莫娜梅吉 我是占星术士 现在正要替我的师父 去蒙德城拿一个箱子 这是他和一位朋友 在五十年前定下的约定 拿回箱子 这件事听起来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个嘛 因为我还想和那个保管箱子的家伙 较量较量 师父和他的朋友在神秘学方面斗了一辈子 也没能分出胜负 说什么呢 主要还是想借这个机会 证明占星术的实力和 不过 通过我占星后的观察 现在师父的朋友离开了蒙德 和我一样 那位继承者一定也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这场较量 我想稳操胜券 从师父那里传承下来的知识 是要一直传承下去的 假如我去见他的时候 已经带上了我的徒弟 那不就领先于他了吗 而你又是蒙德的大英雄 身份也配得上我 所以 哎呀 不要你真的当我的徒弟 只需要你演一堂戏就好 这莫大师父是谁啊 可莉他妈 可莉他妈 是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就叫可莉妈 就把风龙 风龙废墟长成那样 你的命运 我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到时候更远的 更模糊的是 比如 神明血清什么的 那 那确实是比我们一个一个 国家着起来 要快多了 明智之选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哦不是他妈 他妈的朋友 在离开之前 我有个地方想去一下 可莉他妈的朋友 有交集 听上去好像是骂人的话 可莉他妈叫爱丽 在天恒山外 有一家小客栈 不知道为什么生意不太好 明明饭 在这儿呢 在往下 老板这段时间很照顾我 出发之前 我想和他道个别 祖先任务 他其实应该 就是这些出现的人物 加入队伍的时候 都给你用一段时间 现实的时候 给你用一段时间 有啊 那叫传说任务啊 啊 就传说任务 就是这样 对 刚才串台是 串到传说任务去了 怎么长门口有这么 是网上 清延军正在对我们 严加监视 哦 非常实 绝云间的先人 终于动身了 是为心事问罪吗 多半是这样 听说 但双方态度都很 事情走到这一步 新人不认七星 只认待黎月七星 也不是 哼 谁不止 然后呢 怎么 哼 还不是因为 说什么 在这山雨遇来的 现在才想起来 要限制我 总之 众利先生 你是公子大人的合作者 你 看来 黎月港里的各种矛盾 都已经撤 你的意思是 想要凭特殊的 中立这两条路 哦 对了 众利先生 这可不妙 我得先走一步 去往生堂看看了 鱼者 你也再思考一下吧 哦 当鱼人中的荡上棚 所以 刚才中立说的隐姓 是指什么 原来如此 这家伙 一定是穿着所有人 都没空 可是 现在所有混乱 都变得 特别 呀 等一下 钩才知道去哪 还是第一张的 第三个 都没动过 哎哟 这地方没有传送的地方 能传吗 锤公子指的是 可以锤那个公子的 那个副本 弄他的那个材料了吗 就是那个周长公子 不是吧 不是 这是剧情里的公子 哦 这是锤剧情的公子 我怎么看 他们说打副本了 是 是要打副本 即副本过剧情 那不就是 开了那个公子的 那个周长本了吗 等于是 你剧情我打完 才能给材料 还得打一次 哦 这次打不给材料是吧 对 这次打的是剧情 这次就过剧情 锤完他 我就可以直接搞那个了 搞那个技能升级的东西 就这个地方 跟之前 把我传过来 就是这个 之前公子老猛 咬人的 之前可以秒人 现在那技能好像也伤害也还可以啊 黄疾已故隐 这都学会一次了 这也不用换了 这干嘛 随便打打 哎呀 有钟师傅 什么东西都是垃圾 没想既然整个提瓦特的摩拉 都是在这里造出来的 原来是幼儿室陷阱 他这里是造毕厂啊 但就算不能拿 可以的话 我还想躺在里面睡一觉 哦 对了对了 正这里 是不是太安静了 你看 那是什么 我们赶紧去确认一下 先祖法推有没有异常 先祖法推有点像金铃龙啊 这玩意真的有点像金铃龙啊 作为引路人 你们的使命明明已经完成 是谁 如果你们是愚人众 或许能够拿到一笔 来自女皇的丰厚奖赏 但可惜现在 就只是毫无价值的爱事者 这个家伙从头到尾有强过吗 我看一开始刚出的时候 那些就是做视频的 也在那测评 说他很厉害什么的 他六名才强 六名是完全体 六名是完全体 他也是个弓箭手呀 我知道 他是个冰弓是吧 冰冻的弓箭手 作为愚人众的十一执行官 比女皇想要 我们就来取 水弓 问题不在于谁会允许我 是水系的 我记错了 不是冰写 水系弓箭手 他好像那弓箭可以变成长矛的 是可以变的吧 有个变形武器 好像是 对 他可以变近战 能变长矛 能变双四 还有三个形 三个形态 针斗 针斗 你是那种喜欢找人打架的类型 哈哈哈哈 可以这么说吧 在蒙德 女士在教堂外 她宁愿靠冰雪 暂时封住所有人的行动 面对强者 她只会优先盘算利益 但我成为执行官以后 最大的快乐 蒙德发生过的事 好 那就来试试吧 你打不赢我 所以不用赢 哈哈哈哈 好吧 这里他是个废物 口素旁言 他以前可不是废物 她反那个过剧型玩家 无限秒的 过剧型玩家会在这 被他无限秒 嘿嘿 那场上不是被乱碰 被几级失落了 那场上肯定要被乱碰呀 我连个剧情都不让人过 反正我没经历过那个时候 也是老样子了 这里也是三阶段了 三阶段还有剧情 我反正这个搭配 我感觉路过这种地方跟喝汤一样 拿什么东西瞄我 我中力快有五万血了兄弟 我昨天打雪山的中力已经八十了 他拿什么瞄我 他拿剧情瞄我 明明是我把他打飞了 然后画面一闪 剧情里面他把我打飞了 剧情啥 我刚才一丝血都没掉 满血掉的 想不到你还藏了一手 原来用烈士反而接起了先祖法推 别大惊小怪的 像新兵一样 这种事对酒精沙场的人来说 不过是小财一爹 那么摩拉克斯的神之心 你给他做了段变身 他这六命有这种变身的形态吗 没有吧 没有 变身形态只有就是 做反派的时候剧情里出来 对 洗白热杀瓶吧 魔王五庄 我觉得六命应该给他弄一个这个 雷神也是 雷神也是 雷神那个傅伯伯伯伯老猛 蛮有种假面人的那种味道 这角色很难抽爆啊 他毕竟是个男的 要抽爆很难 除非强度变成人权级的那种 这造型确实比刚才帅多了 不过原成这次出草之国 那个一开始那个提纳里被冲 好像全是女玩家在他那个微博下面留言 我还看了这个新闻 那个驴耳朵实在是太高 他那个微博下面差不多有十万条评论吧 差不多一下子被冲爆了 他的人物设计的就不好看 直接被冲爆了 全都是女玩家在下面喷我的 哎呀 这魔王武装没做到角色的战斗力里面 这神之心肯定被女士拿掉了是吧 然后是被女士卖了 刚才剧情是这么说的 女士找啥呀你都忘了吗 带个面具的呀 他一说我就知道了 带个面具的那个 因为之前最早的时候第一次打就打的吧 既然神之心不是被人拿走 刚出的游戏 刚出的时候游戏内容太少了 我将是个人材料 不发输 蛤 你是小说 恐怕 不愧是商业之都的守护 倍用方案 本来不想用这个方案的 说到底 世界属于我们这些追求变 可惜身为愚人种植新冠 所以 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要唤醒孤云阁下 魔神 最终大波斯是个什么魔神 是被封印的 就是被那个东西封印的一个大魔神 也没说什么名字 是个海怪 打对剧情是个海怪 用说的叫魔神奥赛尔 天理啊 一开始给你打下来的是那个天理 那个女的 然后你在那碰见的盼盲吗 这六命战神如果运气特别差的话 有可能一万还搞不定 那得没到家了 基本上八千到一万都能搞定六命 这不配武器的话 武器要再配满就厉害了 但这个消费关键其实还是蛮奇怪的 就像我们平时在玩那些连击游戏的时候 阿兵会评论一下 说那个游戏四十块钱贵了 如果几块钱的话 差不多 到了现在做的这个游戏上 你甚至于觉得几百块钱拿下一个角色 还是比较赚的 是不是 他这消费观念就有点 是因为定六四八那个规矩定出来的 笑出来了 后面那个老奶奶就是你说的那个吧 老奶奶看上去也太普通了吧 他年轻的时候吗 肖月祝阳真军 这七仙都来了 这个像水龙一样的多头龙 也是个周本Boss 不是 他大不了 所以靠现在在场的七星千炎军 加上几位仙人的战力 众仙家已经讨论过了 答案是未必 不会吧 可 可你们是守护黎月的仙人 那倒是可以的 流云戒风真军 你要打他的炸几个区隔 此前 龟中记一事 张七星不得心思 前去探究 而今 身为龟中记制造者的本心 就恰好在此 仙家机关 你们凡人能研究出什么 但只要本仙 对这老旧弩炮稍加改进 那就是你们难以想象的进化了 这个鹿和那两个 鸟 有人形态吗 也算是一种仙缘吧 这只鹿和这两个鸟 没有人形态是吧 没有 目前没有 确实这么一看 宁光是四星角色 还是有些不合理 宁光的出场和整体的这个角色设定 怎么看都是个五星呢 吗 是愚人昼 他们成贵中寄来了 这场景倒是有点像打声医院的那种场景 卧槽 这么弄的啊 豆腐啊 一会儿你就打不动了 没有加持打不动 现在有加成吗 左下角有个加成吗 有个攻击上身的加成好像 还是嫩啊 还是豆腐啊 刚才那两个出来的也太豆腐了 我从来没打过两刀就能死的胖了 西部被打了2% 他刚才拨到了 这东西只要不坏了 应该无所谓了 可忽 不若惊塔 无处可他 霸汤水的增伤多少 蒸发的增伤是多少 刚才两刀就砍没了 上面放了个炮 1.5倍也不至于一下就搞死了 这两个比前面就硬弄了一下 他主要是有个这个盾 这个盾厉害 这个盾你用兵打 他也不顿 应该平姥姥来了 攻击力间歇会放冲击波 这一刀砍这么多啊 平姥姥给加了个buff 卧槽 这确实增伤太严重了 叫他什么 叫他平儿 平儿是他年轻时候的 年轻时候有他的这个出场的那个一段剧情什么 过场 我没有剧情 但是过场里面有他的画面 过场里面有他年轻的画面了 对 平老了 尽情施展武力吧 我在魔神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呃 原来甘雨在战争里还有这样的一面 有些人给我加速了 先生给我上buff 让我躲开这个炮弹 走的跟跑的速度一样 跑起来更快 这buff如果在界面上放在某个地方显示的 再直接一点 他这东西是没错的 血条上面一般都是 祝先护佑加身 同时掌控三种先例 会有点疼 请忍一忍 会有点疼 你忍一下 这时候阿凡还没进去呀 坏了 阿凡不会是因为这个梗吧 这时候阿凡还没进去啊 难道阿凡是玩了这个游戏才想出这么一句话的 他这时候真还没进去 绝对没进去 但是阿凡那道节目现在越来越火了 阿凡那说唱节目的那些 贼火现在 应该都是现在00后喜欢的东西 这个新说唱第一季 我也是感觉当时看了第一季之后 把它分为这个神综艺 第一季素质非常值得 后面会稍微弱一点 到杨和苏出来的时候又又变强了 这柱子有点顶不住了 百分之三十几了 完事了 是啊 干扰已除 终于无需分心 可以全力 是啊 这里剧情是早出来了 所以我说阿凡说那个话的时候 有效果 有效果了 就是要压制下去的话 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里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因为是比较早期的制作 所以不像你刚进那个虚弥国的时候 感觉里面整个场景都比较精雕细细 这里比较早期的制作 你还是可以看出来 但是你说 这个这个厂商啊 没有发展的这么壮大 整体制作水平肯定是没有后来现在这么高的 小心些吧 马马虎虎吧 你不能说这里做得有多好 我说要我说就马马虎虎 你要给他说还可以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是个手游 本来画面应该是压缩的 我有另一个方案 灵光小姐的意思是 我要放弃群玉格 这是何意 虚弥国那个画面做的是真的好 我明白了 旅者 请你助力 再会了 我的老友 心事已别 也是为了将来 能有机会重去 这里剧情也不获解 你还可以不获解 这边搞完第三章就结束 还是整个第一章都结束 我忘了 太久了 这搞完你一会可以去领个壶 就那家园系统可以开了 里面可以拿不少不少的那个声望技型什么东西的 里面还有体力 那个壶应该开了没多久吧 那不开老长时间了 也开老长时间了 也开老长时间了 不开了有一年多了吧 有一年多了 那股极其凶煞不祥的气息 百屋禁忌路的效力本就不是永久 即使是漩涡之魔神 想必也无法再度 多谢各位仙人鼎力相助 若非诸位碰巧在此 黎月港的未来实在难以预计 何必借机奉承 而且我们可不是碰巧在此 这平姥姥的脸也太路人了 这平姥姥的脸也太路人了 不 你是他本人一生的写照 君玉阁为黎月而回 与他意义重大 不 这是应该要说 起码可以当作谈判的一枚筹码 多谢这位仙家愿意替我分说两句 三千七百年 据记载 诸位仙家与帝君签订契约守护黎月 三千七百年 直至今 黎月的山水土地一如磐石般稳固 可这并不代表 黎月还是三千七百年前的黎月 请不要只把守护的目光投在这片土地上 你是在质疑我们守护黎月的方式 绝无冒犯之意 居然还以前辈相称 你们这些七星后生 在我面前根本论不上辈分 今天早上 我还梦见了帝君 不就是这鹤吗 嗯 在梦里 嗯 我想对他说 他有个徒弟叫申鹤 哦鹤有个徒弟叫申鹤 哈哈哈哈 历代七星已经在您指引之下 但这些我都没说 呃 宁光 所谓旁观者清 你又想说什么 是啊 那是在蒙德发生过的一个故事 风神想要阻止他们的对立 甘雨和生鹤都是这只鹤的徒弟 对 你说的 随时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我们身为仙人 总归不该让你 平老老七星 我可以抗我们的心 好了 宁光刚才不是说 请 诸位仙家 树莫将甲昼在身 你又是谁 我是千颜君教头 冯岩 本以为这一战 就是我的最后一战 诸位仙家大显神威 嗯 哼 咦 大家怎么 哈哈哈哈 畅畅不害怕 因为有千颜君的叔叔们在危险的时候 大家那边的大哥哥 没有办法来 没有办法 因为我毕竟是仙人 这样啊 这是个中二仔咯 诸位 看吧 肖是个小矮子 肖的个特别矮 他叫什么 降魔大圣啊 哼哼哼哼哼 嗯 降魔大圣的意思 恐怕 等我摸清这里的就算了 嗯 罢了 诸位仙家都同意的话 我也不再执着了 但仙人离去之后 黎月七星是否一手遮天 依我之见 仍然不可不防 哈哈 好了好了 薛月 你这老家伙 别管这么多 啊 一场人仙大战的危机 也算是和平收场 哦 对了 这场危机的原因 危机只看我们就想 嗯 嗯 这 一头雾水 不过最有可能的线索 是不是我们筹办的这场 没仙可送的送仙典移呢 不知道钟离去哪儿了 我们去网声塔问问 从这儿过去吧 从对话当中来说的话 平姥姥应该肯定比他们都强一点 这个分析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说话的口气 又是对小辈说话的那种 啊 好了好了 什么什么的 这个钟离还真的就是躲起来了了 明明是帝君 平老的地位和和那个钟离差不多吧 他俩是好友 这钟离就在里面混了 对 钟离退休了 钟离先生 现在不在堂内 北国银行 对了 我们说他会不会 还没办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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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二十万好像最早 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就被我干掉了 挺早了 两年前我就把那二十万给弄了 他在这里对话没进去 得选这个 你居然说这是执行官之间的合作 别计较这些了 公子 你最后无视了交予算 这个人迟早也得 也得进这个抽卡池了 进不了吧 已经进本了 公子不也进本了吧 公子没死了 他咯屁了 这个棺材都给封进了 棺材都已经封上了 毕竟他这游戏是十二家的 不能搞这种 太成熟的角色 这不就是个炎柱吗 卡住了吗 喂 我会想说 把这把这些人都给你 都给你 没关系 漩涡无法击碎的盘岩 也会在时光的冲刷之下磨损 直到某个微雨的白日 我在港口漫步 那时 我在来往的人群中驻足良久 朱离 神也会自我怀疑啊 但当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退下神位时 我与神同行之地 黎月 他是否已经做好进入下一时代的准备 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次假死 江公子仙人 与黎月七星 没错 也就是说 如果一切混乱都到了没法收场的地步 当然 而且这对他来说 又不是江子洋 自我怀疑 但现在看来 就好像失去了父母的孩子 会迅速变得成熟一样 此次所有事件的最终解决方式 室外隐居的众先 他妈就是混了 还说满意 扯了半天就是混了 一开始没说自我怀疑 突然没有说非常的满意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混就混了 不如对你说说谢谢吧 若不是你创造了仙凡羽魔神一战 蛤 为什么你站在别国的神的角度 嘲讽自己的同僚 可恶 好吧 请随意 最后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是啊 中离场 以普遍理性而论 但我是契约之神 千百年来 仅有与兵之神的交易 是我作为炎之神的最后时刻 至于天平的另一端 那位兵之女皇究竟加上了怎样的仇 就在你未来的旅途中 有你 兵之女皇是谁啊 这里面 不知道 他出现过 他这个游戏是12加的 他有年龄提示 知道吧 为什么这个女士搞不了 是因为 他已经肯定定 要定义到16加了 就就因为这个原因 那20万好像就在这某个地方呀 然后点一下就能拿来 肯定被我拿掉了 不会两年后再拿一遍吧 应该不能这样吧 肯定拿掉了呀 这个 是拿过了 肯定拿过了 一开始地图就这么太小一点地方 能逛的地方基本上都逛了 今天好像就是宋仙点一举办的日子了 每天就做 就做那几个少的可怜的任务 从中复复 没法而搞 直接就退坑了 中离传说一和二 那个也是 那个那个人物的那个传说任务吧 之前打开这列表就能看到 左上角的改弹号里面就是 我是不是现在应该先去把那个公子再刷一下 搞一下他那个材料 其实你50级再刷也行 现在只能刷80级的 刷80级也是给一个 刷90级也是给一个 那根那根 那根像 大率会高点 不是那根柱子不是必给吗 就我那个升技能的那个材料不是必给吗 对必给 但是给的数量不一样 只能给一根吧 能给两根 会大概率两根 两个或三个 运气好的话能给三 那个 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 不太对劲 难道说 是不是中离完成了神 是吧是吧 不是公子不是一个周本吗 只能打一次吗 只能打一次呀 不着急 赶紧50再打 你跑哪儿去了 怎么不显示啊 奶奶个腿的 我刚才画面上怎么看不到 就在最中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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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方才所言 帝君魂归高天 是契约的断绝 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三千七百年的契约啊 黎月人曾经是幸福的 有神之地的长梦 梦醒之后 人在契约重立之后 那么 天泉大人的至词 到此 玉衡大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怎么 旅行者 能自己选吗 报仇 没的 哑巴 这家伙说话了 这搞什么的 哑巴说话 主角一开始碰到派门的时候 就是无关了 赶紧推 赶紧推 在这里全部弄完 推完就去到期了 是吧 对了 你们 别吹牛了 这么说了 那个地方很造念啊 莫拉确实不够 那地方 天天打雷 身为阎王帝君 此前与你们同行的旅 怪不得 而且道琴 道琴 还有和谐漏 只是花了 在贸易之都 人心打雷还靠你血 作为钟离的我 也会真 没错 嗯 接下来 雷神若要继续 恐怕稍有难处 道琴的雷之神巴尔 嗯 我听说 确实如此 又因为雷电 乃是道琴幕府的将军 所以人称 雷电将军 雷神就是雷电将军吗 对 那他这个雷神的级别 跟钟离算是同一档的 是这样吗 那也就是说 这个雷神也得五六千岁了 啊不是不是 那不知道 这个雷神 神有亏雷 啊不是不是 他是属于二代目 是那个一代目的 这个雷神 妹妹 嗯 不是初代雷神 但从去年起 雷电将军在道琴颁布了 眼兽令 啊这钟离算是个老不死老家伙 眼兽令 在全道积放里面 大概有六千岁 草神也是二代目 哇 风神是自由之神 好神级五百神 而雷电将军 是追求永恒的神 此时此刻 连七神中最古老的我 啊七神中最古老的我 这班部眼兽令时 他一定也对他的国名 重复了那句 在七神追寻的七种理念中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 我有永恒最接近天理 天理是游戏里的魔神吗 那么 算是至终boss吧 这有什么剧透的 我都没觉得剧透 这有啥剧透的 再说这又不稀奇 大伙都知道的事 这有啥剧不剧透的 想多了 找贫劳了 找贫劳拿虎 今天召集诸位 或许有人已听到过风声 重修群语格 风间传闻群语格 风间传闻群语格 凝光大人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这凝光怎么整体人的姿势变了 这里是重新又制作过了吗 不必惊奇 没有 这还以前呢 没有 他刚才那个角度看上去 好像重新重新制作了一下 各式这三件物品 分别是明霞浮生石 千奇核心 以及仙家福禄 这恕我冒昧 除了浮生石外 啊这是开始 看嘛这个视角是新做的 角色看上去就是新做的 这是新任务的 冰柜神速 无论是什么问题 我都 这东西虽然难找 那就是天价的生意了 真是巧了 不久前我刚 可恶 重修群语格 这么重要的是 是 不是 先客户传说任务 我们等重修群语格等了一年多 这一天就重修了 我一天就重修了 刚打完就能修好了 我剧情很连贯 我的剧情很连贯 我的剧情很连贯 剧情很连贯 需要完成其他任务才能继续 魔神任务意外之客 我必须得完成这个了 穷胎语格 我必须得完成了 还是我现在被转进这里面了 我必须得先做这个 我现在被塞进去了 我必须得做这个是吧 你是NPC被转了 你是NPC被转了 这个穷胎语格其实也挺好看的 还会唱戏 他是这个一个四星加个五星一起出的 那个那个一个版本 那怎么办 我现在没办法跟老太婆对话了 哪个是问号 我这里没看到哪里有问号 点一下这里的问号 能知道原因是什么 天牛之章 天下人之章 他说他的意思是 你要把成歌谷给做了 玉虎就是成歌谷 完成我们终将重逢 终将重逢 这里是卡在了戴因斯雷布 我的妈呀 我这一环套一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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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环又扣着另一个环 环环相扣 就上面这个环扣到下面 下面这环又扣一下 变俄罗斯套娃了 真的是俄罗斯套娃 全套上了 给我狂套俄罗斯套娃给我狂套 旅行者请过来这边 您加入冒险家协会也有一段时间了 冒险活动开展的还顺利吗 嗯 也是毕竟在冒险 那是呀 而且像我 对了 我这 我看看金发 等等 等一下 难道那位陌生人那里 和荣誉骑士吗 差别 那位陌生人不过 毕竟有的冒险 而且 如果那位陌生人 真是为实力强大的冒险家 您的事迹 到现在为止 他是驻守城 祝您顺利 哎哟 这环扣的我的天哪 暴墓 全扣上了 一会儿一个新任务要来了 开始跑腿 等了一年 他这一年确实有点长了 有什么事吗 哦 我记得 但是他说 他又看了一会儿 现在的更新速度算是比较那个的 相对来说 比之前要固定快一些 这门口的花 我是不能躺 这个只能触摸 这任务干完能到55 能有这么大的跨度吗 不是这这才47耶 直接到55跨度是不是太大了 那到50吧 到50差不多 不是5跨度太大了 搞快点搞快点 去酒馆二楼靠栏杆的座位坐下来 这不是酒馆二楼吗 这不是酒馆二楼吗 这是二楼吗 靠栏杆二 这个啊 打扑克牌的地方 啊 欢迎光临先生 那个人真的来了 灾号 五花上齐声 啊 我队就是在那里面的大碑 反正中的那里面的人 通过厨房 是应急食品 我就选这个会怎么样 这个脸居然配了个如此成熟的配音 但是你要提前支付我抱着 五百摩拉五百摩拉一次性支付 就这些 这种报酬更加让人不安了 我收下了 那么还有三个问题 你得在这里回答我 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没有对错之分 我只想知道你的选择 你只需要做出第一个问题 蒙德城的龙灾 是你和那位自称温迪的风神联手解决的 在你看来 我知道一切我应该回答我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第二个问题 护佑黎月港数千年的阎王帝君 用自己的神之心定下了内容位置 你认为在失去了神明以后 黎月港又会由谁来守护 随便怎么选后面剧情是一样的 还是这里的选择后面会有区别 没有 随便怎么选后面选择是一样的 答案是一样的 他对后面的对话应该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都是现象剧情 也好 在那里汇合 卧槽这流程这么长的 贵你哥贵贵了 我这个还算短了 虚米一个主线要十多个小时的 我这流程搞这么长的呀 我又不玩一个游戏 我希望流程不要太长 因为我玩的不是一个游戏 我还没弓箭手 我硬是硬的过去 你这不是这个本啊 走错了 你这本不是打过了吗 走错了 你点左上角出去就行 搞错了 他只是任务在这个本附近 不是在本里 任务在这附近 人在这 我直接传到本里去了 这座无人供奉西风之鹰 所以能屏风凹响 没什么 我们快点进去吧 还是要进去吗 应该是第一个 深渊的踪迹 对 第一个 对 第一个 深渊的气息越来越重了 深渊使徒到底长什么样呢 是不是和深渊法制差不多 我们先继续往前吧 如果能见到那怪物 那么我不解释你们也能清楚 那么看 好 好 好 都 好 好像 突然 本里的箱子连两转都没了 只有大世界的箱子给转 本里好像不给转 最后有个本 会给十万 我昨天雪山旁边有个箱子 我里面掏了四十 说明大世界里面是有四十段的箱子 对啊那叫地看 上次好像是在一个有屏障的那个房子 一个门里面 要用钥匙解锁那个房子 应该是这个 那本来箱子都是四十段 那东西地图上好像也不多 就那几个 对就几个 他这个东西起元素反应 是要吃那个打出来的元素球吗 需要 你把他身上挂什么 比如挂火 然后你就用雷 就能大数超载 不是他那个 那他地上掉出来 那个元素球是什么意思 冲能用的 那球是冲能用的 这家伙四平确实还是有用的 增加点实化时间还是很强的 不要 不 阿 或者是 或者是 他 所以 先 好了,根据我罪,或许 箱子套完了给了吧 给了5砖 最后套个箱子给5砖 真的抠啊 真的抠 没有四命啊 这角色是两命的 你再抽 兄弟们对你的定义就一个字 终极凯王 知道吧 终极凯王之无敌凯中凯 就这个角色 你再抽的话 关键是你抽了大伙会看不起你的 因为你明知道是个凯子 你还要做凯子 会引起大家的这个 对你的瞧不起 琉璃带这种植物 他偏爱潮湿的环境 最适合雨后采摘 如果发现的话 适当储备些吧 爬都爬 以前爬这个笨狼岭最难爬 还有三天 两天二十个小时 前面看过了 太漫长了 角色间隔时间太长 他一般一个角色出多少 出两周吗 这你们应该知道吧 一个角色出多少时间 是两星期吗 还是十天 还是一个月 不是二十多天 二十一天 反正不止半个月 三个星期 一个角色要等三个星期 普池里放的人 感觉稍微少了点 这游戏新手路坑 感觉没法进来 新手路坑要么就送你点东西 直接给你送三个武器 你自己自选 感觉会好一点 我不可能送的 要两周年了 也不送 两周年就送你两次十年 那人家新手路坑是挺难的呀 你啥都没有零路坑 你怎么弄啊 没法弄啊 特别 要么弄个初始号 这不行 这新手路坑 新手一次十年是这个游戏最早开服的时候就有的 那时候很多开服号不是就抽到一个克星 然后挂到淘宝上去卖嘛 就是用一开始完成最基础的前面的那段东西 然后就抽那个十年 抽到克星就挂到淘宝上去卖 那是最早的 你这会儿游戏都出这么久了 你新玩家路坑不得照顾一下吗 就完全的新新账号 路坑 你总得照顾一下呀 无处可靠 虞人神从来不照顾 他这个不会照顾你喜欢这样 从不照顾 嗯 对 确实这个现在体量他也做大了没办法 手紧 他体量做大了不照顾就不照顾吧 谁叫人家体量做大了 他玩家确实技术够大了 你爱玩玩不玩走这种 看这堆篝火的样子 他就这 现在就这样了 新玩家确实就是凯子 你这样一个玩全新路坑的 我这号毕竟一开始 有那么一丁点基础对不对 你像我要是零 零 新玩家还可以冲一冲 那也不行 你最起码要凑一个队啊 我这 新的卡池多了 都是新代佬 出一个新的复刻一个佬 我的意思就是我要是最早没玩这游戏 我现在从零开始进 我玩一会儿我肯定就不玩了 这咋走 那肯定的 肯定没法弄 没法弄啊 看来深渊真的在这附近活动 没法搞 我觉得全新的号没法搞 真没法搞 快打倒他们吧 对 培养弄什么很慢的 是真的很慢 新老差距拉得太开太大了 但这种游戏也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这类游戏基本上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 没办法 避免不了 因为我看加我好友的那些 就是里面好多都 这个号应该算比较新的 可能有一部分是回坑号 等级比我低的这种 那种十多级肯定是 肯定是新号呀 就20级没到的那种肯定是新号 这3.0 路康对新玩家挺多的 这3.0他不像那种 弄个大神出来 你只要有这一个神就可以纵横了 我刚才在这附近 我刚才在这附近也搜索一尺 光靠一个重力一可吃不住 但是那些都只是深渊法师留下的痕迹 对一天轻轻松松都知道30 看来即使是深渊使徒 我们也离开吧 不 行动起来吧 之前叫我好友的低等级的 我不是给他点了吗 你看这里 这列表里面 我现在就留了那个高的 我之前把低等级的都点了 就30几下都给他都点掉了 这不是西瓜老板吗 这是西瓜老板吗 这想来点西瓜 他就是当年给我那个年寿宝宝 充了2万的一个推手 就是他 你看这个 红烧肉19 他要是刚先入坑 你这不得狠狠的 他还有19的 想来点西瓜吧 好像是那个瓜妹 好像是那个西瓜妹妹 跟何达一起打拳的那个 对那个是吃西瓜我最快 然后想来点西瓜嘛 好像是跟何达一起打 一起打那个动物派对 的那个西瓜妹妹 想来点西瓜嘛 就是他应该是 当时跟何达两个人一起 一起搞动物派对嘛 一个是黑色的那个 一个黑色驴子 还有个是白色驴子 黑马白马 后来不是还发运接了吗 我听说了你们在龙灾中的事 但现在这个地名的众 其实在我的记忆 我第一次见到就 我这家伙这事还挺多 但我把前面都逛一遍 你事真多 你事真多 鸡茶了 鸡茶了 也是我吧 是吃西瓜我最快的 大老板搞的 确实西瓜多 我们直播间西瓜特别多 听招 宣慈告密 神判 神引如箭 剑出 引肥 我感觉我这该预备的这点材料 肯定是到时候又要猛刷一波 毕竟钟离这什么圣淫雾 什么乱七八糟都都已经搞定了 钱现在有差不多往四百万 用应该够用一点 不过我们直接那个里面可以直接兑换点 七八百万一个角色 参加活动给钱吃的 直接换好了 因为得把他拉出来 甘雨剩益物特别难刷 此条不好搞吧 你随便先搞一套弄弄 不搞最极品 但是不搞最极品的 就是打不了一箭十万了是吧 是这一箭十万 一箭十万你得要特别好的生物 一箭十万他得荣干 而且还得打员是朋友 不是乔勒兹你的标准吗 乔勒兹你自己都没掉一箭 你自己没到一箭十万的标准了 我没有啊 我不打荣干 在十万得打荣干 材料问题也不大 看来一下 材料问题应该也不算很大 如果是普通的概率的话 都是六万到八万 六万到八万也够了 如果绕着走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就再好 八万跟十万也没什么区别 只是曾经 呃 大一 你的那位 他 他不再旅行了 因为 哦乐团的装备 只能是打那个 像那种什么 急动花这种东西掉的是吧 我能和 周本 周本 然后再打 那种4040体力的一个boss 然后用三个垃圾 可以合出一个 我乐团之前存过一点的 在旅途之中 就先 说不定有几件还不错的 诶 什么熟悉的气息 熟悉的气息吗 不管是哪个 从那边可以 他不光是合成 看这个 就算你词条合出来了 这个词条升级 是个大头 对吧 你总不能四个 你总不能四个词条 全是极品 问题就出在 那个词条升级的时候 你可能深深查了 结果你他妈这件极品的装备 还不如那种 就是 垃圾词条的 这麻烦在麻烦在这 他没有一个锁丝条的东西 现在那个 换塔就出了 换塔就出了一个锁丝条的东西 不如抢的好 有锁丝条的东西 极品装备就好 搞了很多 不然这个升级物 你就在这游戏里 就轻轻松松就玩一辈子吧 对啊 极品的胚子变成狗粮了嘛 就这么 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 我本来以为 玩到这会儿 他应该出那种 锁丝条的设定 结果没有 还是泉水机 就你好不容易刷到胚子了 给你锁一到两个词条 肯定不会出了 两年没出嘛就不处理 因为你不需要 很极品的东西 你也可以 就是比较容易的 把你该玩的这个内容 跟活动都进行掉 追求极限只是一个目标嘛 对吧 他这里面没有做成说 我必须要搞成一个 什么样的数据 才能把什么什么地方 才能才可以打过去 没有这个说法 当然你出了很极品的词条的话 可以给 给你的玩家朋友们炫耀一下 把这东西一贴 然后贴拔就开骂了 说让你去吃点好吃的 他太阳寿圣遗物 这个就贴力 白发魔女 你刚才怎么了呀 怎么在原地发呆这么久 可是 可是 这是怎么回事 或许 至于原因 你说的这些 不要焦急 烦恼 至少 在这种时刻 最重要的是 这句话 却助你在旅途的中 只是暂时离开 毕竟啊 完善了吗 才加800也不多 这个 这个 这个总算玩儿事了 总算玩儿活了 一个 可以搞上一步了 这个玩儿活 可以搞上一步了 我们终将重逢 可以搞了 现在我们可以搞 我们终将重逢了 OK了 去我们终将重逢 他一共四个环 全扣在一块 搞完我们终将重逢 再搞上一 再搞上一会 四个环扣在一块 环环向扣 重逢了 已经重逢了 还是他 还是他 这么快重逢了 是的 这才一分钟之前的事呢 又重逢了 大宝团 在大宝团的地位 等同于我们冒险家心目中的大宝 所以 最近里越糟蛋 所以 我就想来冒险家协会 挂个尾 不错 我感觉按这 按这速度 我今天好像搞不到50 显然搞不到 肯定搞不到 拦车速度 他这个45之后 升的还是慢的 还是很慢的 我这48都没到呢 现在 慢慢来呗 反正主线都要做 感觉这个干预培养 我估计三五天搞还搞不定 哎呀 谁 谁都不好培养的 声音物难毕业 我先偷偷看一下 给自己搞点信心吧 看看我这个所谓的乐团 有没有一些存货 给自己稍微搞点信心 是这个 这个就是乐团吗 这个是乐团吗 不是吧 流浪大地的乐团 是这东西啊 弓箭角色 重击造成伤害 提高35% 是这个吧 对 是这个东西 没错 是这个 首先这个治疗加成 肯定是一坨屎 如果你带阿姆 这个胚子应该还可以 这个情势的剑语 好像马马虎虎还可以 这个胚子马马虎虎还可以 也不太行 要攻击 要暴击 攻击 攻击伤害再加攻击 要四个词 给你看看我的羽毛 一个是普通攻击 一个是攻击百分比 然后再来一个暴击 再来个暴击伤害 这样才算是比较好的 对吧 应该是暴击暴伤 暴击暴伤 攻击和攻击百分比 攻击不需要 然后再来个精通 这个好像马马虎虎呀 乐团纯光 这个马马虎虎还能用呀 虽然有11%的生命 这个马马虎虎还能用一下 这属于墙外了 还可以吧 对吧 这马马虎虎还能用一下 墙都全白到什么 我下面应该还有乐团的呀 我毕竟是老用户肯定会 还会藏一些的呀 这里有个7.0的攻击力 加暴击伤害 精通生命值 这个不太行 就这一个加生命 加攻击力的 因为这个东西必要攻击力 这个不要攻击力 是肯定不行的 水火 这种没用吧 这个东西也要攻击力 这个好像没出过 这里只有水 杯子需要冰上杯 要冰上还不是那个 没了好像没了 这以前存的 以前不搞之前 就这点了 没了 杯子最难刷 要搞冰上杯 你杯子可以去 你杯子可以不需要浴团 别的都需要浴团 它是只要凑够四斤就可以了 凑够四斤 也就是弄一个沙漏 弄一个沙漏 弄一个花 弄一个毛 沙漏 花 毛 再加一个帽子 对吧 这个帽子除了治疗加成不行 其他好像都还可以 还有防御力 我说我这个帽子强到加二十的 除了治疗加成不深 其他他妈看上去都还可以 暴伤十九 暴击六点二 攻击九点三 治疗加成越容易 最容易出极品词条 这个帽子下面词条都还可以 其他一坨十 这里还有一次机会 只要不加在生命值上 暴伤这个头本来上面加暴击伤害 是这意思吧 对 帽子上面本来加暴击伤害 那这个帽子确实就碰运气了 一般都会需要暴伤帽 如果你带艾摩斯的话 暴击帽 说错了 没办法 给你看看我的羽毛走 看看吧 强的也很好 你这词条抢得好 词条就歪了一个到生命值上面 这我给护桃用 情诗的语剑 兄弟们肯定说就这样 必须要四词条拉满 才会卧槽 该摆袭了什么的 四十多分的我有多试 我有一个杯子是四十二包装的 一到这个环节就到了大伙 就到了一些欧皇登场的时候了 有些欧皇就要登场了 他主要就是为了吃四件套的重击 这个四件套重击 就是按住左肩蓄力的那个攻击 对吧 是 就这个东西吧 然后如果你全部点满最高一键 就能射个十万 就按住左肩蓄力射一下 就十万 这活有点多呀 除非你全是五十分的剩余物 五十分的剩余物 什么叫五十分的剩余物 五十分就是满分吧 完美 分数在哪呢 分数显示在什么地方 自己算的 他是按词条来算的 他暴击暴伤都有加分的 主要就是要双暴 双暴太难出了 就这个如果强盗四 下面出个暴击 暴击伤害的话 也不行 别动吧 我感觉我感觉还是得那个 得得憋出那个 单词条的都是垃圾 你得憋出四个词条 不是三词条你可以出呀 你可以打出一个词条呀 你还得等着他强强到那个数 那个固定词条上 有的词条有的词条 第一个他的小词条数值是很低的 三词条他的他的其中那个词条 那个数值会有可能会大一点 会这样吧 好像不会这样 但是少加一次 就是少加一次 其实就是少加的一次 但如果比如说你是攻击力 暴击和暴击伤害 还有个词条 你是可以打一下的呀 对吧 如果你上来三词条就是极品的话 你是可以打一下的 我现在三词条我看都不看 我也不不当着他强 那你得得刷到什么时候 人品爆炸了 正好某个时候出了 随便刷 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 就可以一直玩好久好久的 就可以让你一直玩下去 对啊 就升到四级看一眼 我就这个意思 乔勒斯说他从来不看的 三词条他就看都不看 我说三词条如果是一个三攻的四条 除非有双爆 对有双爆再加一个攻击 你可以看 肯定可以看 你少一条就少一条了 但你毕竟东西 因为你后面每一次升级都是升在你不差的点上面 四级看一眼也没什么大损失 损失也不大 太难毕业了 这个东西太难毕业了 身上五件装备 你能毕业一件一两件就不错了 一个角色身上这些东西要全毕业 太难了 这东西跟你课金多少有关系吗 还是他的高命就是倍率会高 没关系 剩一物跟你课金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 剩一物跟你课老课多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的 对啊全看了 看剩一物劝退多少玩家 憋一个剩一物要半年 你就正常玩 不要太介意这些事情不就好了 客金多买体力 但你不出就是不出呀 有卵用啊 人家欧皇进取两三次就全出了 对吧 你不出就是不出 那你怎么办呢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我要是运气差 我那个钟离的视频 把那个所有的那个那个东西全体力值全刷完 就是没有 我第一天就是刷不完 我第二天来刷第二天也不行 我就举个例子 随便随便瞎说说 那你运气不好的情况下 别人一次刷出来 你刷一百次不出那怎么办 这东西因为它四个随机性的东西 随机范围太大了 这东西随机范围实在太大了 满命温迪攻击力特别低 我会轻轻跟在你的背后 输出和某某虫一样 甘雨应该按照你们说的那个重击的伤害值能打多少 完全是看他的那个圣遗物的 完全是看圣遗物 把暴击几率拉到个80%左右 然后把暴击伤害拉到300% 差不多应该就是8万以上了 不需要8050就可以了 甘雨暴击 暴击伤更重要 因为甘雨它可以凑双兵 双兵加暴击 两个兵伤再加一个暴击 然后再配暴击伤害 打个六万左右 就大世界随便打了 没必要这些十万 啊 怎么这个公元世纪年说 甘雨的命座提升是最大的 到底克不克 你说一说甘雨命座提升是什么的 那个公元世纪年 那个大盗宝家也是一栋 他就六命可以秒秒蓄力 可以多打一段 六命不用蓄力 直接垮按左键就行 可以多射一键 只能多射一键 我们还是 30秒触发一次 我就随便问问 我又没说我花钱 兄弟们一听我花钱 比我还着急 你们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我只是问问这个情况 我看你们 要一听到我好像要花钱了 比我还着急 抽新不抽旧 这说不清楚的 万一我跑进去 第一抽出三个 对吧 第二抽又出两 第三抽拉满了 这说不清楚的 这种事情说不清楚的 什么千万不要大意 没抽几k 里面也没几k 我从来没见过一张图里面 就是一个时间抽里面 可以出六个金角色的 没有的 撑死了 就是一个时间抽里面 有四个金的 日本有玩家抽的 一个时间抽里面 出六个金的 对 一个日本的玩家 那这个B不是第二天 没得活了 日本好像是五个 五个也很离谱了 这过去窒息了 这 我最多也就三个 你克了多少啊 你最多抽三个 你都克了好几万了 一个玩小黄游的人 往这个游戏里克了好几万了 别打问号了 直播间克好几万的 又不是一两个人 打什么问号 葛那装无辜呢 我跟你说我那个数据哪看的 我群里面看了张截图 暴击伤害239 然后暴击几率是79% 我群里看了有个家伙截图的 小壁虎 他暴击会异出的 还是爆伤 主要是看他武器是不带阿莫斯 如果他武器带天空的话就正常 阿莫斯还要强加几吗 阿莫斯的话 他武器是不带暴击的 如果是天空的话 武器是带暴击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带暴击和不带暴击 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一下 你那天空的那个弓箭 和那个阿莫斯的弓箭 你看有啥不一样啊 你阿莫斯是全是攻击力 阿莫斯是攻击力36.5% 各家暴击力 一个家攻击力不一样啊 不是这个是固定的 这不会变的呀 对吧 不会变 这是固定的呀 这个东西升级了是不是很变态啊 这个要是五阶的话 是不是很变态啊 你要抽五阶吗 这个弓好像五阶很变态的样子 下了版本武器是剧毒啊 我现在我当时没抽到就算了 而且这个武器是常驻啊 常驻时可以挖到的 这个弓箭五阶看上去很变态的样子 我没抽我就看看 你看这兄弟们怎么这么着急 我的 哪有这么着急 你们急什么 我又没充钱 你们急什么呀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着急得很 我看 这个什么意思 武器池抽起来很坑是什么意思 解释解释 因为他每个武器时不是两个武器吗 两个五星 你会歪到另一件你不想要的上面 那五星完全积累 不是 他是这样的 据说 他是 你说你有可能抽到这个up的武器 有可能不抽到up的 用50%概率 最多买两次 所以说你想抽到你新一个武器的话 是概率是25% 什么玩意儿 都是50%啊 他如果是没抽到 那个他是歪了呢 对不对 你歪了也是两个武器出一个呀 他要是歪到普通武器上的呢 有可能是歪到别的 对 你要这样想一下 把常驻武器摔进去 把这下武器实在很垃圾 把这下武器实在很垃圾 那是心海的专务 加上甘霖的专务 猎人之境 这定轨是什么了 只要出五星 必会是这个了 你要歪两次 你要歪两次 抽 你去把就抽满240% 获得一点命定值 该搞这个东西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1000多时候 都抽不到那个想要的武器 现在有保抵了 以前没保抵 以前1000多时候都抽不到 那我这武器 我是怎么抽到 我是怎么抽到的 我以前是怎么抽到的 你运气好吧 天空算是这儿 这里面还没有阿莫斯吗 好像有吗 有啊 阿莫斯本来就常驻 有的这写着一个 就阿莫斯之功 有你歪也会歪到阿莫斯的 五星武器的基础出入率 是0.7% 我这里面武器 五星武器也不少 还是以前的规则 跟现在不一样 以前常驻池不也抽得多吗 常驻池也出武器 这要拿虎去了 钓鱼 这武器有几把 一把两把三把四把 五把六把七把八把 九把十把 十一十二十三 这样算的话 一共出了十三个武器了 因为有的是直接二段的 意思一共出过十三个武器 对 我记得我忘记了 最早最早是什么 常驻池抽的武器啊 对 常驻池又出角色 又出武器的 你现在 当时是常驻 只武器跟角色一起出了 就是这样 你现在这个武器抽出来的 都没一个系列武器了 全是常驻 现在这些武器全是常驻 但是不是说 就是有些角色 就是用这个兵器吗 只要跟他匹配不就行了吗 现在只要新出的角色 一般都是用专武 那他跟新出的专武一起出呀 对不对 是啊 那我现在搞的 我现在搞的